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强的那两个 不过这次日本队确实大家也不要小看 日本队还剩下三名选手 是今天的类组什叶虎丸以及他们的日本的第一人 景山于泰还加上伊地聊 伊地聊在世界比赛里面成绩是非常好的 他们这三位是日本也是排名前三位 韩国还剩下排名前两位 但是咱们中国还剩下科捷杨领星 以及今天攻略的我们的唐维新 科捷杨领星也是排名中国的前两位 所以这次的比赛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对 好像这个形势看起来都比较胶着 对 因为韩国剩下两个最强的 然后日本和中国都剩下三位棋手 基本上也是最强阵人可以说是 比赛是在一点钟开始的 我们先去看一下 这个是开赛的画面 唐维新进去是要经过安检的是吗 没错 现在每次比赛都需要安检 这个比赛现在国际比赛都在线上进去 对 是的 就是防止作弊 还必须旁边还有裁判的监控 这个裁判是不是一个中国的 也还有一个是韩国的或者是哪 没有 基本上中国的是 是由韩国来指派一名 在中国的一个监督吧 不能说裁判 对 反正就是韩国方面的人 对 是吧 这个是职业虎丸 这个日本的年轻棋手 就是非常的厉害 对 是的 在日本是 本来是拿了日本的名人 今年是刚刚被警察一代给夺回去了 但是他是有史以来是日本最年轻的名人 而且我看到之前就是在下的围椅当中 好像日本是派出了中日友好队 所以你闲的就是锦山玉太 每年他们都是有一个中日友好队来 相当于是之前跟我们中国方面来协调 其实是想让日本队那个多锻炼一下 对 是的 我觉得这个也挺有勇气的 人家这个在日本可是鼎鼎大名的 而且锦山玉太至今为止 应该是排名第一的 没错 因为他冠军头衔是最多的 没错 他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唐伟欣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画面 是 唐伟欣也是说可以说是咱们中国队的一名福将 我们亲民朋友们都喜欢叫他唐玄宗 这说明是什么呢 他就是在行事不好的时候 他这逆转的手段 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 所以他姓唐 然后是玄学的祖宗 玄学派 所以叫唐玄宗 这外号起的也挺神的 对 好 那么回到我们的主题 今天经过拆线是我们的玄宗 唐伟欣来直黑 直接火完是白起 好 我们先来看起 直接火完昨天在宫内的时候 跟孙敏俊里面起 对 直接火完是下得是非常漂亮 没错 就是从这番起里面 就完全可以显示他的实力 是 就是日本队 我觉得就是现在年轻一首 包括什么许家园 就是咱们第一阶段上场的许家园 也赢了一盘起 对 他是赢了韩国的红基标 对 所以说现在上场的 除了春川大线也没有引起 输给咱们的中国的 顾纸豪 顾纸豪了 其他的两位寻手 都是已经有盛技 没错 这个可以说是完全的不可同日而语 跟以前 因为有AI的辅助训练 我觉得可能差距上 可能会越来越小 他们日本用的AI跟韩国用的AI 都是 其实现在很多 日本的AI也很厉害 我觉得是只要用AI来辅助训练的话 效果基本上对职业企业来说都差不太多 对 当然了所有的可能 基本上都没有咱们中国国家维系队 这个条件那么好了 我们的AI是最强的 对 使用的是我们的决议最厉害的 好 现在是 唐维新采用了向小木 然后手脚脱腿 这个是可以说很常见的一个布局 那么现在下一手白棋先尖刺 对 先刺掉 看看黑棋的硬法 这个地方反正基本上只有两种 要么就接住 要么就他实战这个接 这个就是我们唐维新 就是好像就是 可能就是棋风上 可能跟别的球比起来 相对要独特的那么一点点 没错 因为他喜欢下自己 他看得清楚的 实际上显得这个尖 小尖 但是看起来黑棋今天的策略 应该是仰仰的实地为主 我觉得唐维新 他主要棋风的特点 他就是中后半盘力量很大 而且他对其的感觉 比较独特 我觉得是 他 不 他的 他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在双方 这位就是唐维新 这是唐维新 他在 就是双方扭杀在一起 就是中盘战斗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 要点和那个 手筋的方面 就是他特别厉害 对 是的 这方面他比较有特殊的才能 有比较有特殊的才能 对 是的 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 包括这个 在劣势之下 就是形势不好的时候 对 形势不好的时候 有很多种多样的局面 没错 他可以想办法的 找到一些突破点 没错 或者找到让对手犯错的 这种契机 没错 这个是一种能力 一种能力 所以大家开玩笑 叫他唐玄宗 为什么这个逆转 总是出现在他身上 这还是有逻辑可循的 不是说他每次运气都这么好 这是一盘运气 两盘运气 这么多盘运气 我可不信 对对对 尤其有一个世界比赛 是硬是杯 还是什么比赛 我得记不太清楚了 他应该是跟申敏俊 韩国 其实基本上已经到中后盘了 而且局面上 也不是特别的复杂 然后盛敏俊 那个胜率 都已经是90%多了 就是从职业起手的眼中 基本上 想翻盘的可能性都比较小了 但是活生生的 就被唐卫星给找到了突破点 这个需要一系列的设计 还有他精深的计算 我觉得他的算路非常的深远 应该说是 对 就是在历史下找到 怎么逆转 怎么逆转的能力 这并不容易 对 咱们中国厉害的 除了唐卫星之外 当然还有一个人 他就特别 好 现在白棋 这个 不过以前 就是像这种定式 或者是拆在这边 那这个 破的也不够 对 笑的也差一点 就是白 黑棋正好是这个高位 那么白棋是非常有心情 逼在这里的 对 那么这个逼在这里 他可能这个间 才能发挥他的 金融的作用 就是说将来黑棋 我要进去的 当然白棋因为拆的比较大 那自然就会流出 露出一些破绽 比如说像将来黑棋 可以这么打 也可以这么打入 这么打入可能会 比较常见一点 其实看起来 如果马上打入 那么白棋这个先做的准备 就觉得挺合适 好反正我先刺了一下 你这打入起来总好一点 待会是有可能有别的变化 所以说应该说白棋这个下法 他不惧怕你马上打进来 我想是这样一个意思 对 是不惧怕 就是打进来反正就是一盘棋 对 那你就战 黑棋肯定是有这样的手段 但是白棋也不用太担心 是 昨天那棋也是看着 跟施名剧有中间 吓得心惊胆战的 但是一系列的转换之后 还是枝野虎丸 后来这个掌控出了局面 我觉得从看过他这些棋里面内容来看 他其实下棋 他当然力量也非常大 现在年轻棋手 几乎就没有计算不好的 那肯定 平常根据各种训练 不仅包括跟AI训练布局 还有自己还要练习大量的死活体等等 所以现在年轻棋手 计算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强大 但是他就是在这种本身力量很大的全体下 在攻杀对方的时候 他其实是数着木来下围棋 数着木 数着木的 我得好好体会一下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在试探的时候 他觉得可以了 他会收手 对 不像我们的孙明俊同学 他可能昨天就是 杀过头了 杀过头了 收不住手 本来他曾经都非常好了 我记得谁好像谁说了一下 说这就是日本棋手 普遍他们的后半盘 收数都是比较强的 因为他们就在入断的时候 受过严格的训练 不是说韩国棋手这方面都不行 但我觉得韩国棋手可能更擅长 攻杀这方面会多一点 这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职业虎丸 这是唐伟欣 反正从两位棋手的 对局的那个样子来看 反正也看不出来什么 只能看出来这样 喝了一口水 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桌子好像变大了 我感觉 好像比原来那个桌子要大一些 我总感觉 就宽度也变厚了 就是这个滑标事件 可能出现的可能性 要小的多的多 因为上次三星杯 是个著名的事件 然后我觉得韩国棋人 肯定会要痛听死痛 对 也会跟大家说这件事 不能再办错误 是不能再讲 那就比较夸张了 好 我们接着看 白袭逼住后 黑袭挖脚 这是可以说是眼见的一个大厂 而这个时候 实战白袭的下法 就职业虎丸的下法 就是可以说 反正是好像特别的普通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不会选的 他只选择了这样的下法 选择了是肩底 黑袭长白袭在跳 跳 我觉得这个下法 只能认为 当然说其实这个下法 并没有什么 并不坏 但是就是说 他选择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么定型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和唐维新在拼后办 但因为可能也知道唐维新在柳沙再起的时候能力很强 没错 虽然虎丸也是 虎丸昨天跟圣母经理搬棋 齐民伙伴们也都知道 就下下的非常精彩 对 是的 下一个挺过瘾的 下的很过瘾 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强 不过好像这番棋似乎有点 有点策略 就针对唐维新的人 可能有点这个意思 有点这个意思 就是可能也不一定想 什么简简单单的就发生什么战斗 我不知道这些虎丸最近的棋风 是不是有所改变 他拆了个高拆三 之前我有一阵看他棋 我觉得他棋偏向于士一些 反正他对于士的运用还是挺强的 但是我 当然我们有一位著名的 对士运用特别强悍的人 就是杨顶兴 现在还在后面等着呢 还在后场中 是是是 我怎么觉得你的意思有点像 想看看司业虎安和唐维新在对军 我之前 我好像看过他们两个的预盘棋 志业虎丸就是 就是 运用这个士的后卫 但是他其实很灵活 他不是死为的那种 是是是是 他很灵活 他觉得够了就行了 我们的亲密朋友可能 对志业虎丸也不是说特别的了解 不像伊丽辽 伊丽辽他在世界比赛范围里面 他因为现在你看 今天又进入了应试杯的四强 对对对 什么买合的八强 LG杯也打进了八强 就是说他 不是一个人撑起了日本队的颜面了 但是呢 其实呢 在志业虎安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没错 日本队还有一位年纪棋手 叫就是第一位出场的 这次龙心杯出场的叫许家园 也是非常强的 就是将来如果大家在世界比赛里面 看到这几位棋手 叫志业虎安许家园 和伊丽辽 警察局他就不用说了 还拿过亚洲杯的冠军 就他们能打出什么好成绩 或者赢了谁 也都不用特别的吃惊 对 好我们来看齐吧 好志业虎安选择了 你看下一手又是一个特别 简单的 小飞 其实这个时候白鞋选择还是多种多样 就是包括这个小飞 其实还可以说 这个小飞 甚至还可以在这边飞 就是扩张自己 就是不要让黑鞋 给打入的机会 这等等的下法 其实都是可以的 对 其实就是说在AI的眼里面 就像 AI基本上就是说 部局阶段给你三个选点 其实它有很多选点 就说这一二三 就首选一选二选三选 其实都胜率上都差不太多 可能就差1%的百分点 一个百分点 对我们来说完全没有差别 对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这个我看到它 我刚才突然在想起来 我在看针子 因为这个骑行就是 黑鞋高差二之后 就是这个靠是很容易想到的一步骑 那么接下来 有可能会跟针子有关系的地方 比如说是 比如说我搬 那么假如说 假如说你想搬这个 突然我看了一下 好像被针掉了 那么它这个不知道 这个挂脚是不是很有针子 引针的意味 也有这个可能性 我想 不过现在就算 如果说针子不利的话 百分点就退一个 这个下法也是存在的 是 这个靠 是有了这一手机后 这不靠 还是 还是比较严厉的 没错 但是黑系也有躲散的方式 也不是说你一靠你针子有利 我就不行了 那好像这个高跳以后 就没法下了 是 因为现在如果靠的话 黑系一般大则 应该会选择 他现在针子不利就立下去 立下来 黑系挡住 然后搬虎什么 搬的时候 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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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黑系就获得一个先手 但是白旗在这边这个定型 白旗也收获了一些 对对 是还挺大的 还挺大 是的 但是也不是说有多么厉害 是 我还 我自己跟人下的 我走这个的时候 人家就直接手一个 这个虽然很少见 大家可能 就看顶尖高手下的时候 也挺少见的 不可能是你的对手 比较害怕你 不是 你看那个邱老师力量很强 你这样不走 下方的邱老师要开在心位 害怕 是不是 这个如果直接锁的话 对黑系来说 确实太委屈了 对感觉好像效率有点低 没错 正常来说的话 实战的白旗是想飞了这个 白旗 当然也是一个大产 无论是飞哪边 包括直接逼在这里 对 反正都是可选择的 嗯 他也不着急在上面动手 反正觉得那个地方不不急 就是说 对 呃 然后黑旗就直接来了 直接来了 对 这个这部旗才像唐威信的本事 我觉得 可能是只有在发生战斗的情况下 可能才会找到找到一些头绪 再进入他的调子 挺有意思的 反正他的旗总是比较出不意料 我觉得下 不过在这个局面下这个打入 就打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 应该都不是什么 应该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意料之中的 对不是什么困难的 对 对当然白旗肯定也是想不到的 嗯 白旗的应对是什么呢 既然白旗当时猜的时候 肯定就想过 假如黑旗真的进来 怎么办 嗯 如果是零上等他打入的时候再想 哈哈 就就有点 就有点奇怪了 这其实是每方一个小时的 然后一分钟一次读秒 那到了读秒的时候 你这一分一小时反正早晚得用完了 你只是说可能前面少花点时间 这个把这个思考保留时间的 多用点在中盘上或者是 是 反正这一个小时早晚得用完 早晚得进入一次一分钟的读秒 我觉得一次不能超过也挺过瘾的 这是挺刺激的 感觉 听着 对 因为以前我们的读秒 一般都是三次或者是 五次 没有 一般也有五次 三次比较少 三次少一些 可能在韩国的棋赛里面会有 但韩国的读秒还有很奇怪的 就跟我们不是说奇怪 就不好意思 应该是说跟我们不同的地方 他是有40秒读秒的 就是LGV 哦 他就是40秒一分钟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的中国的比赛 基本上都是不是一分钟 就是30秒 嗯 确实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职业虎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很瘦弱的样子 看起来 他一直确实就是非常的瘦弱 嗯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在日本棋院下的吧 职业虎 因为对 因为日本棋院好像是规定在里面下棋的话 必须要戴口罩 哦 据我所知 这个说实话我我我不是我不是特别清楚啊 但是 据我所知 之前的职业比赛 他们很多就在东京的都是在日本棋院下的 哦 这样的 那他们都要戴口罩吗 呃 有时候会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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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假设啊 如果是房间里面就是人隔得很远啊 没什么别人的话 嗯 摘下口罩也不是什么 有不行的事情 那还行 那如果说一盘棋从头到尾 像他们那棋 如果是平时慢棋的话 那时间更长了 如果从头到尾都要戴口罩 那真是是 时间长了 比较少 就因为他如果在线上嘛 就面对的是电脑嘛 对吧 那就没关系 摘掉眼口罩都没关系 那我觉得好多了那样 但是你要是要下面棋 就面对面的这种 那那么呢 好像他们是要戴上口罩的 哦 那这个对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 我觉得时间长了会 脑子有可能会 有点缺氧的感觉 就是你还是不太习惯 对时间长了不会受不了 都已经从今年 快一年了 十个月 不到八个月 应该说我们这个疫情下 从年初开始吧 对我们这个比赛都能如期举行 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没有 其实呢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线下 现在就全部改成了线上 啊 就是如果说主办方 认为这个比赛 可以在线上比 我们都尽管哪里放到线上 啊 因为在线下基本上也不太可能了 对啊 国外的取手也进不来 我们也出不去 好我们来看齐吧 这现在黑旗刚刚从这打入了 对 那么呢就必然会 白旗靠这个 看起来似乎 应该马上要发生一些战斗 对 是的 那白旗先靠看看黑旗的态度 那么呢就是这个靠 通常来说这个地方 反正大概 嗯 眼见的反正有四个下法 嗯 就是 藏这里退这里 搬这里 搬这里 要不就搬这个 就四种 那显然只有这四个硬法 对 那么呢 最正常呢 就是要去评论一下 基本上啊 这个搬和这个退 可能是 可供选择的那个 啊 两个下法 两个下法 哎 这个搬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啊 嗯 这样的话白旗也会跳这个 跳一个 黑旗拐 对 应该走成这样的定型 接下来白旗这边怎么走 就再说 还是两步骑呢 可以看成 嗯 反正他就当自己便宜了 便宜了 哈哈哈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啊 基本上才 拒续开白旗下 嗯 那么呢 以唐卫星的棋风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 不会选择这样的下法 嗯 哦 那除了这个呢 还有第二个下法就搬这个 对 就退这个咱们就先不考虑了 嗯 搬这个 那白旗长 就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变化 嗯 然后搬这个 嗯 然后这个 白旗虎 反正你搬这个我也是虎的 对 他就这样的话 他这边走到后 顺便就把结印了这颗纸啊 也算处理好了 对 那么呢这边呢 反正让黑席线下 呃 黑席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攻击手段 我让你下一个难道你就把能把我吃了我不相信 但是不过这样这样进行的话 反正也是一盘很正常的一个应接吧 对 我们实战唐卫星选择的是下班 他是搬这个 下班呢 其实我认为唐卫星呢就是 嗯 他是故意这么选择的 以他这样的大高手啊 他不这些 这个变化 反正连我都知道 他不可能不知道 那肯定很清楚 很清楚 对 他这个那么走成这样的肯定是都是必然的 对 你爬 白旗虎 对 这个长是必须的 这个也不能背虎架 白旗贴上来 这都是必须的 好 这个跳 嗯 那现在呢 因为这个将来有冲断的手段啊 这个跑这两个子或者管下想去杀这个三个黑子 对白旗来说现在是对不能考虑的啊 走成这样的定型呢 是这个局部 是可以说是必然的一个应接吧 是的 那么呢现在呢 我刚才说是 呃 唐卫星是故意这么选择 嗯 嗯 其实呢就是显然走成这样后来 下一步呢 如果是白旗这部阵头 嗯 应该是看得见的嗯 嗯 这部阵头其实还是挺严厉的 为什么呢 嗯 将来啊 我们刚才本来说有冲断啊 对 那么呢这部小间 那你总要走啊 是 那比如说这样啊 对对对 就是有一点先手的味道啊 那当然现在是不能 不要走啊 嗯 因为这边一旦发生什么纠缠起来 他不一定这个阵这个地 什么这些都有等等的 有可能先手啊 所以这时候阵的话 黑旗可能 呃要直接再动的话 其实也不是很方便 对好像我一时半会 也不知道往哪走 对 觉得 震住他是吧 对 这个震住这个 对应该是 至于唐卫星现在是想 假如说白旗正 他们就会被直接直接靠这个 或者是拖先走别的 就不是太清楚了 但是 他会 比如说我摆一个 哦 我能不能往下跳一个 然后再尖出来 哈哈哈哈 跳一个是吧 嗯 这是不是看起来其实形状有点恶 有点有点坏 形状有点坏 好像觉得这地方反正不太舒服 像 对对对 嗯 嗯 我不觉得这招 这白旗下法就比较多了 这招 不觉得很好 嗯 嗯 我觉得出头出的不太舒服 出的不顺畅 对 是的 但是呢 现在如果说黑旗脱先了 让白旗再走 其实白旗自己要怎么走 白旗也很头疼 对 那倒是 再加一手也不知道走哪 对 因为你要想加的就是效率很高 嗯 你说要单纯的把这个只吃掉 那只吃的小就算 将来这边还是有充断 就算 那就接着往前跳吧 要不然就这样 对 干脆撑大一点 我想一手把它补干净好像也不太容易 就像你说将来真的煎出来 太煎出来 其实 其实白旗正并不是说想杀你 嗯 就是让你行转走的 快一点 然后呢 他再进行一个调子 再往外走起 嗯 那么一旦你要真的再继续走 白旗黑旗一旦真的转出来 插不了 白旗可能也会有点落空的险 是 不过呢就是 如果说白旗正在这里 接下来怎么走 那么呢就是会 就是会比较 比较难选择吧 就好像两个人都 就现在是考黑旗 但是黑旗一旦选了的话 好像白旗也不是很很容易把控的 是 是的 对双方来说这个局面都不太容易掌控 对 但是呢他白旗没有选择正 而是选择压这个 那么呢 那我们可以 可以从这首棋可以简单的就可以推断出 其实直接玩 其实就是想 避免就是正面和唐卫星进行战斗 嗯 我觉得他的起来还是下的比 以厚重为主 厚重 厚重为主 那么就是反正你还跑就跑 对 白旗 黑旗跳了一个 他你竟然也 那我总不能再跟着你 对 如果再不走的话他就不一定是正了 那对他也恨不得就驾过来吃 对对对对 好他既然是压 因为黑旗跟他走是没有好处的 是的 这走的下面也没有架子 不准备打一下 好像也反馈了 也不太对 嗯 要跑的话 首先就直接跑 是的 直接跑那么 那么呢白旗冲了打 打吃 对打吃 再退 嗯 那么呢就是一方面加强自己 啊 反正也算是呃 走到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没错 这这这两手旗 一个压一个走完厂以后 呃 其实从某方面来说 嗯 白旗也是通过威胁这个是 这边这虽然是利益不大 对 但是也是一点利益 嗯 这攻击这东西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直线型的 你想把人家吃掉 这好像这个难度太大了 就是通过攻击获利 那这个获利呢 到底要获利或在哪里 怎么去获利这个就很难了 这件事情 对 嗯 先看黑旗下的是这儿 在这儿拆了一个 嗯 我怎么有种感觉 好像觉得黑旗也不知道应该下哪 是 因为就是这地方嘛 就是比如说你要往上面走啊 这个 价值也不是太大 也不是太大 因为他刚才我们说这个肩 基本上是先手啊 就白旗要走的话也是什么 好 而且这个走一个好像也 对 如果走到上面的话 有可能会落空 就是将来如果走的话 说不定直接走到下面 对对 可能更好一些 挺狠的 对 威脅到这边 然后顺势到时候把这个毛病给补掉 所以更好一些 而且呢 这个同时也把白旗给分断 你这个呢 白旗想想要回家是 其实很简单 他只要分断 黑旗只要把白旗这两块分断 将来还多多少少还 还起到点威胁啊 但是呢 白旗肯定要往外跑 跑完黑旗自己也没有活干净 也不知道应该从哪来 从哪里选择 才是对的 他走了一个 这看起来有点怪 反正也是一步大场 这反正也是 是一步起吧 就是怎么说 黑旗的目的其实很明确 就是说觉得走在这里 可能有落空的嫌疑 他不肯 就是说要不你来跳 让你跳我也没关系 我就往外跳 他认为这个并不大 还不如只先走到那个 走到一个大场再说 然后白旗就跳了 他说你不跳 那我就先跳出来 白旗也需要走旗 因为如果这边真的在游走的话 其实再走还是挺大的 黑旗跳出来 就往前跳了一个 我们看看虎丸它是怎么下的 大家可能觉得 这旗确实是下的好厚重 我们就往这走 是是是是 他可能担心把黑旗往这刺 对对 刺一个还挺难受 刺一个如果说 你接上那就不用谈了 那就被人家摆便宜 如果对靠被人家一般 还是难受 你这接还是不接 不知道 他是担心说不走被被黑旗刺 是 他走这个 这个还选 反正多多少少是 以示意不起 对 但是 可能不 要下载如果说 那个什么一点 狠一点先刺掉 狠一点可以先刺掉 如果这地方可以考虑拖这个 如果是 过了是吧 这个很实惠 断了 就断了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想下载了那个什么一点的话 这个反正断点是不成立的 就把你夹死了 这你也断不开我 将来走完后 这个也不担心了 你死我我也可以脱先了 走点别的 这拖断还挺好的 我觉得 对 你是一步 没有反正已经头已经跳出来了 那底下有再过了 那就更合适了 是不是还是挺想这么吓的 从局部上来说 就是说这边一般走完以后黑旗 将来如果就走还是走在这里 是的 那么这个 反正多多少还是威胁到白旗的 刚才黑旗之所以不从这儿跳 就是觉得白旗 比如说从这儿跳一个 他过了之后 他就对他没有攻击力了 是 黑旗其实就是 唐文心不是想要战斗 对吧 是的 这些还这些旗都是在避免战斗 所以两个人有点 咱们就说 当然从胜率上来说 这些旗最多也就差一点点的百分点 都是可以下 但是两个人的策略 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楚的 从这个进程上来看 他们俩是下过棋的 所以对对方应该是有很直观的了解 对于对手是什么样的风格 就是棋是什么样的 心里很清楚 我们看看这个 他是 白旗现在走了这个大跳 对 下得很厚 我这样看起来 然后 黑旗挂脚 这其他挂了一个 挂这个 黑旗反正 现在唐文心说既然 抢速度 对既然说你又不来攻 又不来怎么样 又不想发生战斗 那我就反正就先放着 你有本事你来攻 我先站打着 先把牧场 也是一个很好的 很不错的选择 没错 白旗立马就打入了 这个打入 这个显然是不能让黑旗全围上的 只是看从哪里进去的问题 就看他是从上面走 还是从下面走 走这个打入 然后黑旗靠 他是靠这个 对 大家可能以为他靠住 其实不是 他靠完再加 对 靠完再加 这个是相关联的一个 这个局部的一个手段 是 是 这个白旗肯定要长 白旗肯定要长 绝对不能说你虎一个被人家打进去 那也太难受了 这时候如果黑旗藏不进来 那么白旗应该就是冲断 冲断是吧 这是大家可能要切记 反正是白旗断哪边 黑旗吃哪边 对 只要记住这点就可以了 嗯 嗯 嗯 白旗肯定是 对 不能断这个 他这个被吃到这里面 亏 亏到哪去了 不知道 我们可以给大家摆一下 如果是这样 如果想要吃饺 提掉 想要吃饺 然后再贴一下 还先手 人家是太难受了 大概粘回去吧 这整个打一个被人家又贴一下 哈哈哈 太难受了 还只能接住 接住后将来还有关子 过于难受 这下的 不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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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标话 就是白旗得断 脚上 得断里面 然后他打 打这个 打掉 如果走成这样 可能是一个 一个就是局部 他说有这样的一个定型 那么黑旗就先手取得脚地 但是这边白旗走后了 各取所需 没错 不过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局面下 假如让白旗这边走后了 其实对黑旗整个的那个大局上 其实是 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因为呢 如果到时候呢 黑旗这个三赫子呢 反正总是 将来总是一个负担 对 如果走成这样呢 就是接下来 黑旗的一些薄弱的地方 会慢慢的暴露出来 对于后半盘 他们两个人显然是要拼中后半盘 看起来 这个白旗比较厚重的下法 显然是在继续力量 后半盘准备发力 对 结束这 实战 黑旗这个街 因为是唐文新 当然当然 咱们虽然说他 逆转能力很强 然后那个什么 跟攻杀的时候 扭杀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感觉很独特 但是呢 人家能拿三个世界冠军 证明其实 并不是说光只有这边特点就可以的 是的 如果说走到这边 这个大军失去了 当然不是说 不是说黑旗那样不能下 只不过呢 就是走成刚才这样的那样的一个形状 对白旗来说可能 比较好掌控的局势 现在就是白旗 黑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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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拐一下 然后白旗走一个之后 他再扳 走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黑旗还可以 白旗还得硬 对 看起来好像黑旗还不错似的 是啊 那这样的话 黑旗再盖进去 那白旗是个打住是不是 就变成有问题的一种 那么呢 这这拐是不是会需要问题手 白旗这个拐什么 他如果说不走的话 对 直接把这个挑出来 就假如说吧 跳出来 那他就搬一下 搬一下 反正我就该不走还是不走 对 脱险了 你最不能忍受 就是搬了力才被打一下 肯定是不能 不能让人家吓成这样 因为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搬了 如果是要这个打的话 白旗这个街 有先走的意味 是的 将来这边还是可以封住他 就是那就是该这边该怎么走 或者是中间怎么攻 那就是接下来的白旗的问题 嗯 不过从这样走 是不是还显得正常一点 这样我觉得 每一首其实都跟着黑旗 就是从心情上来说 这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这其实如果跳的话 不管搬了你就走什么 但是被黑旗肩顶一下 是不是觉得挺难受 那看着什么时候坚顶 就这反正我不能脸下两个 对对对 有可能先坚顶 先坚顶啊 你能力吗 先坚顶这个 他可能有点犹豫 就不知道是跳出来的 或者这么跳 什么下的 往那边 要不然这边怎么拖断 什么腾挪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白旗应该想点什么办法 嗯 这个跳可能反正就是最 最不容易想到的一个下方 最容易想到的 是的 但是呢如果想下别的 当然也是可以考虑 对 总之呢就是说这种形状啊 就是说黑旗拐完以后将来搬 其实呢虽然得到这搬 但白旗是个接线手 就造成了他这种拐 其实 并不是特别的特别的厉害 对 你拐在他的硬口上 对他是有代价的 是的 但是呢如果黑旗白旗跟着硬 嗯 那么黑旗顺时再搬你 那你必须再硬 不然被再打 这不拐就变成特别臭的 离不起 那这样的话 就两两边都被黑旗给先手走到 作为白旗来说 我觉得从 不太肯 对从心情上应该是会差一些 而且是明显是被黑旗给盖进去了 是的 这纸现在看起来 因为黑旗这个靠压的距离刚刚好 嗯嗯 你本来这个纸没有的时候 你怎么长都冲出去了 就是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局面下 我反正我我来白旗 我肯定不会这么选择 就是 反正每步棋都让黑旗的特别下的特别舒服 刚刚好 刚刚好 对 就是说说走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这个 不知道虎安是有什么打算 确实看这个地方 他接下来的招法我也没觉得特别厉害好像 他是下的这个挖毡 嗯 我就想着他是不是有什么招等着人 我也没觉得看出来他有什么招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黑旗可以挡下去的 是啊 嗯 就可以挡住他了 由于黑旗这有子了 这三颗子是要死的 嗯 不过现在就假如这三颗子 你要想去什么什么去做活 我觉得根本就不用考虑了 对 他肯定是只能是从这里打 要弃子 对 这边现在反正已经做不活了 嗯 就借助看怎么个 怎么个纠缠 纠缠这地方利用弃子 黑旗的这个味道 然后对这个三颗子发起一些攻击 这个是总的这个战略方针 总的战略方针 因为大概只能这样 因为现在白旗呢 他这么选择呢 他是有 嗯 好不好咱们另说啊 反正他是有他的想法 因为呢 我们刚才说了 嗯 这一代黑旗有先手 白旗有先手 嗯 这代白旗有先手 对 嗯 这个下法也是 嗯 应该说挺冒险的 对挺冒险 就逼迫黑旗现在 嗯 不能在这边再硬 你再硬也硬不好 嗯 嗯 黑旗现在必须 现在下面走着 前面走着他这边 有一系列的先手 对 那么呢这边厚了 看看怎么进攻 这个三颗黑旗 嗯 但是无论怎样 这样的局面下 嗯 白旗呢 是先付出了 对 嗯 还是不小的一个代价 没错 是这样 至于这攻击 怎么样呢 反正直接取手的笼 是不太好吃的 哈哈哈 是这样 如果说 就说这样 就企图把人家三个子吃掉 就显然有点不切实际 但是也有可能通过攻击获利 这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 我觉得这也像湖岸的风格 因为 因为什么 就显然这三个子被黑旗全都吞进去 比如说现在我们刚才说黑旗不能在这走 因为白旗这有一系列先手 对 那么他这边有黑旗有接用 白旗就是因为这样的话才敢这么下 但是黑旗假如就在这边走一手 嗯 无论是走在哪里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打打比方跳一手 嗯 那么呢 那假设白旗这边利用完了 这边对黑旗没有有效的手段 那白旗这个实际这个损失还是 挺惨重的 对对对对 一眼见的 一眼见的 一般喜欢实际的选手 一般好像都不会这么选择 我感觉 嗯 但是今天只野虎玩选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对啊 就是从之前咱们只野虎玩 他就下得那么厚重来看啊 他似乎是想和唐卫星来拼后半盘 嗯 有点这个意思啊 但是呢突然在这边你看他 在这地方 他可能还真是被你说对了啊 我就觉得他下得很厚重 一步一步的这么厚重 但是这种厚重被盖进去 是 嗯 也许这是他今天的策略 他首先是不想跟唐卫星在一块扭杀 其次呢他想成为公的那一方 他不想成为被公的那一方 那现在他就先 准备就开始成为进攻方了是吗 嗯 他走这样 不是黑棋刚刚跳就白棋贴 黑棋跳 然后他直接穿了一个 白棋呢 其实还是想问问黑棋 是 就是让黑棋来出牌 嗯 就假设啊你要去吃这两颗子呢 应该是不足取的 嗯 但是如果你要去冲断吃这两颗子呢 他这边提掉后厚了 他的目的其实还是在这三颗子 没错没错 是这样的 至于这个呃 好不好呢 他的反正他大方向是这样的 对是的 这是他整体的就是战略方针是这样定的 啊 这反正我们现在看到的胜率的白棋是低了很多 是真的啊 那就是说不建议大家选用这种就是孤注一世的 孤注一致的这个攻击方法 比较冒险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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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嗯 嗯 看这个现场对局的画面 两个人都坐得很 很端正 直接回来 因为昨天赢了一盘棋吗 其实今天应该是蛮放松的 对 压力不要那么大了 没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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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就是黑棋啊 跟他白棋印的话 那可能其实也 这硬的有点 那怎么印反正也印不好 他现在这你 уш那里你说吧 往哪儿贴都不太好 都不太对了 都不太反 看着 它就干脆就不贴了 它就反正就贴不好 我也不知道往哪儿贴 它就直接冲断 把这两个子吃了 我们刚才说了 因为有了 有这个时候 白旗军事肯定不可以 对 只能吃掉 这样的话 黑旗把下面两个拔通 就也避免在这边再继续走紫 对 拔通呢 就黑旗已经现在非常厚实了 这边目所非常多 白旗多了这颗子 肯定是对这边 压力会更大一些 但是现在黑旗头在外面 白旗虽然这边 有些利用 有先手 但是你要说 要全部把它给 一网打尽 不太容易 难度有点大 是的 白旗飞了一个 它倒也不是很 就是很着急的样子 它还是缓缓的 一步一步的来 还是这下得很冷静了 对 我倒不觉得 它一定要把这三个子吃掉 我觉得它总体的方针 就是要攻它 然后在攻击当中 获利是有可能的 但是白旗现在这个 怎么选择它 可能还是 它不这么非 当然是 可能就是说 如果说 我能攻击中赚取点便宜 可能还能进行收官 对 是的 但是它这边 白旗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厚 挺薄的 对 并不是那么厚 就这边假如被黑旗分段的话 其实黑旗这边 还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没错 所以说 我觉得白旗是不是 它从上面来 所以往哪边走不太清楚 是不是可能会照顾到这边 是不是会好一点 攻击真的很困难 比如说再歪过来一路 八块一路的话 如果你往这边走 是不是会薄一些了 因为你走这么 至少这个靠是存在的 这不知道 要是我可能会下的 往这边会偏移一点 偏移一下 飞到这里 那么现在这边 你说其实也围不住什么木树 因为人家 你回头等围完了 你这二路一跳进来 你不没胜起木了吗 围不住什么木树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说 怕人家掀出来 对 我也觉得是 他就是怕往那边走 怕吗 反正攻击 我不太会 这局面真的不太会 不过他很厚重 然后黑旗往这儿打跳 这个其实白旗太难掌控了 对 实在是很难下的 很难下 这个地方 其实说实话 你真的要到关键时候 你也就是个打 或者什么low再继续 要不然就是长 这个跳都不是决心手 对 所以说拿得出手的 白旗黑旗必须应的 恐怕就是两手 这个还不一定是特别的决心手 对也有可能是人家不硬 但是接下来这个就比较严酷了 但是就白旗能拿出 但是就算有 其实可以大家可以看 这白旗这边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薄味的 他对不是并没有那么厚 不要以为他提了一个子 然后发现他上面走两个他还没活 这是有可能的 对我觉得走到这里 感觉上其实白旗还是有点辛苦了 没错 就是说应该造成他恐战云 我觉得可能就是恐怕是这个拐吧 拐一个是吧 我觉得 还是不要走了 要不就跳 因为这个眼睛被盖进去 然后再进行一个弃子作战 这个白旗的这个投入 投资有点大 是 我不太赞同他这个笑话 但是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是对的 这个局面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局面对白旗来说 不是不是太好笑 不太有 现在也不能让人家继续走 对再走一个的话 恨不得上面这个川都要死进去 这黑旗就门间的长 这时候要搬的话 可能反而被他借劲了 对 就没什么好处 白旗吵 其实现在你看 就黑旗这个长线 这个点线的时候 这其实这个眼型就已经出来 很容易作业 眼型就出来 那么他还这个地方还得走 不走的话 被这么多再藏过来 就更麻烦 就把这头 黑旗这时候拐了 现在白旗把这个可能性给走掉了 因为是破于无奈 本来想保留一些变化 因为保留一些各种各样的线索 但现在因为没有机会了 这必须要走掉 那么黑旗就完全就安心了 是的 对吧 我想我想爱好者们 有一定水平的 就看见这个局面 本来是这个 这个有点看不太清楚 只有两口气 白旗有各种各样的借用 现在白旗被破于无奈 交换之后至少有三口气 白旗还得跑四口气 对于黑旗来说 就比较简单的 没错 我怎么看着这棋 这黑旗这块棋处理 好像比想象到要容易一些 容易很多 确实 其实根本就 现在就太难攻了 白旗那时候 可能还是得先防到这边 就觉得自己还是 攻击人家的时候 就很困难 因为人家可以出来的地方很多 你一下子也拦不住它 即使你能拦住它 它处理的方法也很多 我觉得现在白旗现在真的是 这个苦战是不可避免 因为现在白旗没有任何收获 可以说是 投资完了没有收获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点 有黑旗的一个 基本上是个先手 你得接 对吧 现在你怎么走 也不好走 是的 如果这个地方眼形都出来的话 那就更难攻了 更难攻了 而且人家头还在外头 这白旗想要通过攻击获利 这利在哪儿了 不知道 这个太难了 如果这下小心 待会这下再被黑旗刺到的话 那这个子 人家待会要贴死你了 都 白旗实战是虎了一个 虎这个 虎这个 我们刚才还说这个点先手 点完这一般 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他就是点了一个 看不出来 局部上 两个眼都快瞪圆了 但是他点一个 遭到反击了 这样的 也许虎儿等的就是这一天 就是不要轻易的出手 要冷冷的等待 他就是觉得这样 不给你点着的机会 我们还说 接准备把黑旗办 如果说这样的话 这个 是这样 你走不走 不准备打一下 这个眼形就是太丰富了 是 都快出来 你还要 要去封头 没错 就对黑旗做活 我觉得基本上 没有任何问题 还能够做活出好几摸 白旗走在外面是 没有什么作用 他就刺了一下 然后遭到反击了 这可能虎儿也是已经等 等在这里了 因为他等了很久了 这么延续 不过虽然如此 但是因为现在黑旗 投在外头 对 也并不是很难 而且将来就冲过来 白旗就要贴过去 大概是这样子 将来这个 贴这个是吧 对 白旗联络肯定没有问题 贴出来 这个没有问题 白旗这个肩是好齐 不然的话就 对黑旗就更没有任何危险 但是这样的话 就将来黑旗有这样的下法 黑旗就很 这都不用着急 过会带走吧 过会带走 不着急 反正要走的时候 黑旗白旗应该是没有完全活进 对 是的 然后黑旗靠了一个 然后黑旗靠了一个 现在因为这个眼型 被白旗给尖给破坏掉了 那么黑旗肯定要他出头 没错 没错 他既然是白旗已经反击了 那这个地方呢 一时半会不适合 就直接动 直接动的话 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那还是先冷静一下 那为什么要撕呢 这个对黑旗来说啊 我觉得唐温馨这旗太容易 太容易了 掌握的 毫无疑问 现在是黑旗不错的 但是刚才那个刺一个 如果不走的话 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这个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这个刺掉就刺掉 这个因为没有这部旗 这个你也就是也要做 好吧 搭眼也不太好 就没关系 那就这样 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把白旗给 不便宜是吧 我觉得 我觉得把自己眼不是卖掉的 要不然本来我这个搬一个顶 或者这不眼不好一点吗 问题不大 这反正只要保证这块旗 其实生死没有问题就行了 问题不大 对 这个白旗怎么办 白旗 而且你小心我这把风进去 我白旗自己自身成问题 因为白旗自己太薄了 对是的 待会这个拐冲是不是断开的 就局部是可以把它断开的 就局面 这个太没必要是吧 哈哈哈 断开你这边我都是子 哈哈哈 那我算了 那我不断了 我拐 你退你再冲 我再退你还要冲断 哈哈哈 太狠了是吧 嗯 不能行 就是刚才说这样 不能行 嗯 嗯 对我别说我还能贴啊 我们就退了 反正这个现在肯定是不能这么下 对对对对 就是说如果说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 这个冲到边倒冲 有这个有这个下法 或者外面气紧的时候 有可能知道了 怪不得去到CB 人家往二楼跳 哈哈哈 力量真的很大 嗯 不过呢就是说如果一旦封进去 它不一定不用冲单吧 这边先手这边这还跳先手 对 lacto自己不活 对 而如果能刺到就已经完全可以 这都可以贴死它 嗯 现在下成这样 百起飞了一个 不好下了 白起 对也不知道走走什么 这外面口太宽 它封不住 嗯 再加上自己有点薄 嗯 这这边又有断点 这其实对黑戏来说 太容易了 哈哈 这好像我也不知道 反正嗯 最简单的往外一飞 先出来就行了 走什么我觉得都可以 他是不是还会想到 这边玩打线索 这边还要走得更 再狠一点 更简单的 看得清楚的 因为这样他走完以后 他还可以再连 不这样就让飞出来 好像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飞出来挺好的 我觉得很简明 这样想 问题不大反正 现在我们已经跟他们同步了 就是现在是刚刚下到 白旗这个飞 接下来黑旗还没有 落子 这是第86手 看起来是两个人下了 将近两个小时 因为算速度还比较正常 不过这地方 黑旗还是要个小心 一个什么呢 就如果说白旗有枕 这也有个跑 这个还要跑出来 这个他是班三线手 他就跑出来 这个一定 这个黑旗是唐克星 要小心的地方 是这样子 比如说 我们这有颗枕 看起来没问题 搬扎 这个搬扎先手 这个要硬 不然他这一段次跑 随便硬一个 还能跑 天哪 这个太强了 那这边就要出问题了 这好像又要出事了 这一般悲狐 气不够了 是吧 反正你有点麻烦了 现在这四口齐 你得逼松树 反正我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被你走死了 走这个好像也不太对 背虎一个 这怎么弄 那这肯定是有棋了 最少是有打结了吧 这个搬一个 看着打结是不可避免了 已经 不这个棋 或者单作岩 对 做个岩 你就很麻烦了 单作岩 回个 对 这里收不住气 好像杀不掉了 一旦松口气 好像白旗就简单的作岩 就看着咱们摆最简单的 现在四口气 现在一二三四 你必须要收气 我收这个 收这个 我觉得白旗要下的简单一点的话 反正结是肯定有的了 白旗简单的话 一点一个就能成功 然后一断就行了 这是最简单 这已经打不住了 现在不能再收气了 你只能吃这个 对 走这个话一收就全死了 是 我只能吃 然后就不入气了 再收气 再收气被收死了 这个是最看得比较清楚的 那就是说你班章的时候 我只能单班吧 大概 班哪 单班这个 就打了跑了 打完了团这个 哦 那只能再选 傅老师的力量还是 那我还要班上弯这个 反正这招法比较多了 对吧 这个 这个就是说白旗简有这样的手段 就黑旗简是要小心的 是 所以他可以考虑 他在考虑是不是还有更安全下 所以他一直觉得非啊 也不是说特别保险啊 非如说今天有 有些纸的情况下就下面有这样的手段 嗯 其实当初会计多爬一手 我爬不着了可能 不是如果先班章的话就看他如果先班章跟这个交换了再跑他有可能打完了打这个哦那这个死还是大你提三个没用啊哦提三个吃这个那我就把这个挡了这样 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啊你这有个字是吧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我肯定是所以有纸那不行这这样有纸这不是有间出来的吗跑出来了是吧就是这边有纸能跑出来的情况下黑旗可以也可以打了打三个打这个那肯定是这边的对啊然后可以把它撕掉你提完没用了是是随便走一个然后他把这也提了你就拐回来就完了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不行的嗯所以现在黑鞋要担心的一定要小心这个地方嗯所以虎王还是吓得怎么说呢反正就盯着你但是呢他是直接动手肯定不行但是呢又让你有顾忌哈哈哈会有点顾忌慢慢的有可能会发力就是他后因为他毕竟吓得比较厚嘛他慢慢的会有一些手段出现 有唐文心呃呃他我们看看那个嗯嗯那个唐文心一直在藏口啊是吗对 这个地方对唐文心来说他应该他局面上肯定是还是嗯可可选择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啊他应该在想一个可能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个变化图的话已经 嗯黑鞋胜率我看到已经有90%多了对黑鞋是可能想对这个变化图好像很简单看起来如果打掉打湿接上再跳这个再跳一个这个这样的话比较安全这个倒是很简单明了他如果打掉呢你就尖一个就把这个都补干净了嗯这下就心里够踏实了踏实了嗯不走的话反正这个跑反正还是总是要对对对总要提防一下总是要冒点汗呀 哦这个图看的挺清楚的嗯倒是也比较容易想到比较干这个比较安全是的是的嗯所以刚才我们说这叫打了打先走什么能讲一个简单一点的下法啊对安全性数高一点对我们的飞算是低感但是呢真的 比如说白鞋粘或者怎样啊就把这个毛病给补了以后 再走反正他还是有借用啊嗯就担心他这个刚有跑对 或者人家直接来什么的直接跑这就是招法就对他总会有一些招乱是 你这样每步都逼着他跟你硬这样就比较安全而且他基本上没有变没有变因为唐唐卫星呢就是因为自己我们刚才说了在双方在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啊 他是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也能感受到白鞋这个跑的这个这个威胁 对吧他一定他为什么现在在参考呢 嗯虽然其实他现在形势很好 他肯定想怎么呃在这种局面下怎么样才能这个安全的那个运转 嗯哦这期呢下到现在呢下到这儿白鞋 黑鞋 呃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呃呃这期呢还是就告诉大家黑鞋已经占优了确实是形势不错 而且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变化图呢胜率黑鞋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多了但是黑鞋 对唐卫星他会不会这么瞎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呢先休息一下给大家一件这些思考的时间 好好一会儿见 官方微信公众号围棋听员 啊我们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二十二届农兴新拉面杯世界维棋团体锦标赛 呃是第二阶段的第四局是总体的第八局呃 呃今天是由唐卫星直黑对阵直野虎丸呃 呃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刚刚白鞋飞了一个 是啊觉得这个局面的黑鞋确实不错啊就看他怎么样能够解明的把它处理一下 嗯嗯嗯 现在黑鞋应该要面临的就是什么安全运转啊对对但是呢 因为还有一些复杂的因素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有还有个跑啊这个可能性啊 啊那么呢如果说黑鞋人呃把它这个化解掉啊应该问题就不大对但是如果一旦被白鞋把这中间纠缠起来嗯 那么呢就其实还是还很难说 哈哈哈哈这未定因素还是有一些的哈 是呃黑鞋还是飞了一个像 黑鞋先刺了一下啊先刺了一下啊 这个因为这不飞啊可能是 反正应该是低感吧率先就能想到的但是呢确实是啊 因为唐文心应该是呃他肯定能感受到所以他为什么要参考 哈哈哈哈 嗯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他觉得如果说看清楚了很多很多后续的变化啊嗯就是这样的话飞出来黑鞋是不担心的 他刚才之所以好像这个飞我看他还想了挺久的应该是在想就是一些后续的变化呀对对对对还有这个是不是要飞啊或者是选择别的变化更加更加简明一点 嗯嗯好那么白鞋我们说了先尝一手啊呃这部鞋是因为有线索的他这个刺有线索的这一冲冲两下黑鞋是 对应该是挡不住就必须要补他补了一个这个确实这些虎完也挺敏锐的要不然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变化就是虎了打了跳了对对对对对 他就赶紧尝掉了他不让你有这些要不然你不走的话被人家毁还不知道怎么硬呢是嗯 我们尝完后再飞这个嗯继续压迫中央的黑鞋嗯啊不过这些鞋呢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其实是里面已经基本上是有一只眼了啊对啊就是要这边再做一只眼我觉得对黑鞋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简单的事情嗯嗯 说不定唐伟欣还想你这还跑出来我这还看着你那么多断点哈哈一堆的断点就比如说啊黑鞋要这边搭眼的话就这么一靠嗯呃就白鞋想要破掉黑鞋上面这个眼星啊真的就太伤脑筋了白鞋自己的形状都看起来有点碎你要你要如果这么来断他就断牵手那么这个被断有牵手那这个就死掉了不管他怎么走啊怎么走啊对对他在这打是牵手吧对嗯然后 然后黑鞋可以单断啊把这个纸就给卷了没错就是对黑鞋来说其实说想要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话外面被封住那这边还会有一些问题嗯这边还有毛病没有解决掉嗯对黑鞋呢我觉得可能他不会这么考虑对如果是自己就就地做活对他说太太那个太委屈了 所以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强调一块鞋要出头出头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对因为被封住以后你会发现上下左右好像都容易出问题嗯人家这个视后了之后你得注意他的后卫会发生的呃威力嗯嗯就是能眼见的他飞的话黑鞋肯定是要贴出来啊贴住了不贴出来啊那他在做什么对心里不甘心啊嗯哎 哎现在白棋应该怎么办嗯我看白棋这个断点实在是有点多嗯白棋会会不会从这里来呢哦如果你搬这个啊怎么搬下来干搬是吧这样反正就给你搅嘛嗯对白棋来说现在把局势搅得越乱也好这可能性是存在的嗯是如果说你要是往不想给他借劲那这边反正他就 你这边也不好动嗯嗯不过但白棋黑棋先走啊至少有个好处嗯但白棋先把这个黑棋加强一点嗯这边就没有那么空漏洞没有那么大对是的不靠这个黑棋怎么办那我就先尝吧尝这个这样哈哈哈我觉得先把底下这个心理踏实了好点反正上面那块我只要能活就行了嘛嗯 嗯呃我就想起了当年的最强攻击手刘昌鹤我就在想他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我学的好难啊这件事情白棋是搬还是还是走什么这确实也不是太清楚哈哈哈就是说到如果说白棋被逼的就是只有吃他这一条路的话白棋就白棋就 不是很容易了这件事嗯但是这玩后黑棋不太好动啊这地方哦是这样对是不是太好动想点办法吧这个地方白棋一定要看清楚的时候才能走啊对因为走完后黑棋搬站完后黑棋这边就是邱老师随时和你冲断这就很严酷了别嗯这个确实是假的搬了的话他反搬过来这个对黑棋来说这个就伤脑筋了挺考验的 就伤脑筋了这就是该怎么做就不会了你如果给他这儿撞了越来越厚然后他回头往这儿冲这个冲就会变得越来越严厉嗯哎果然就是这么下的跟我们摆的怎么一样啊嗯他就靠了然后长再糊了一点嗯西方黑棋如果动不了那还是最后还得转到这地方来考虑怎么做活的问题是吧嗯如果他能活的话那也还行啊我觉得这地方 那再再走的话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好好下场吧如果是靠这个呢 单靠是吧靠那就搬呗 搬这个 对他这一搬黑棋怎么办黑棋断雕吗 这个太深运了啊我觉得 那 这好像也没什么 呃就打雕吧打两下然后挖池池过来 不就黑棋断这么吓死了是有点 但是如果再跟他走的话这个马上就要跑了 是不是 有可能 这个就确实有点很难说了 这这种地方吓一下你就会发现会有 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出现 哎我们现在看到变化图他说黑棋干脆就 就走了 这个把这个补了然后你尝 我就补活就完了 该补活补活 还是我们用了这个靠啊对刚才刘老师摆的靠很厉害 因为 即使你从这走我也可以挤到你一下 这样好 嗯 这间呢先房子的这边把这个先补掉了 逼迫你这边还在接着走是 我们在就地做活哎这个这个选择 嗯 那么呢如果说黑棋把这边都走干净了 白棋 还得想办法去怎么欺负 欺负一下这个 是但是我这个 我觉得我们也属于有点 站着说话不要的 这块棋真的活了吧 这得好好看清楚才行 虽然没有活干净但是白棋想杀基本上也杀不了 白棋太薄了 是吃一块其实确实很不容易 但是白棋怎么杀 就得想就得考虑一下 人家有没有这个真的杀的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没有 好吧 那就不杀 那我就不杀了 反正我这一时半会也看不清 这可能性除非是这边有纸 除非说比如说这边有纸 对吧 这样还有可能 还有可能去把这个箭给灭了 那么这边有转的话 就得要从这边来想办法 怎么怎么弄 就觉得这不是先手是吧 不狠 整理下来 打个比方 就反正给你搅 这些不要走 保留些 这招够狠 直接套到最狠的地方 唐卫星下的好 他就是这么下的 他就是尖了手 然后白棋一长 他加 他也觉得这块鞋生死肯定是没有问题 啊加这个 他是没打算做那个盐 他是打算从这做盐了吗 因为他走 这个 他打完了 他显然是靠不动了 又被搬住了 加这个是 合意 呃就是说冲这个他接住 这白棋应该是 不行的 嗯 那就冲这个 断打 那只有断打了吗 只有断打了 我想 结束 呃 虎吗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 我也不太明白呀 局部看不出来这样的话 他可以团完了再冲 然后再并在这 是吧 并在这 这都是仙手岩 这个是仙手岩 那他上面再做个岩就行了 这已经是 已经活了 这样 局部来说反正他怎么走都是活气啊 就是说 会不会给白棋留下各种各样的就是收刮的手段 而且这边 有没有什么好处 就看他怎么个活法最好 我们看到变化图 挤这个 他是要挤 对我就怕被白棋团一下 挤这个在在局部这个基本上活干净了是吧 他这几是先手吧 要不然间一个怎么办呢 对几个是先手 那再走一个肯定活了 这里面是个弯4 对他是贴两下然后再走过去这样也也也很清楚 我觉得是 然后白棋充了一个他显然不甘心被他这个加了打两下 不甘心就地走活了 他觉得不行 那白棋肯定要接触啊 那多半是这样 就是如果他再充这个充一个班 这时候白棋 还能怎么办 白棋走这个 不行 被断死了 单充一个 看错了 就不能 不能老是这样看错 白棋再一拐 黑棋怎么办 那他是不是还是要这个吧 如果这样对白棋只能 单充没有别的办法是吧 那就拐一个嘛 先打一下 对先打一下 他就长 这个吃了 吃了 这个这个就打了吧 这也别包容了 对 这个是不是要 哎这这能充吗 我得看清楚 别别这个地方被断了 那就 有一点开玩笑了 这 不知道他是单走还是沾 沾上靠得住一点 我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有点看不清 看不清是吧 这个不是很有把握 这个好像比较有把握 这样这边我怎么都回了吧 不过这边损失也很大呀 尝一个是吧 这个木损失很大 这样 一旦他要进行收官的话行不行 这个是看不清楚 这个白棋还是 冲过来 继续来 继续来有好事了 这什么 这跟我们想的完全不通啊 啊他冲一个 他是往那拐冲的 可以先拐冲一下吗 不敢走了吗 哦我明白了 他先拐冲这个 他就成立了 他是这样对 但如果你一退我就成立了 他就成立了 对是的 你必须得挡住 挡住挡住他有断点 对是 然后然后这样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搬 这现在不能拐了 拐的话他这一断 他就成立了 这现在充差一气了 正好正好这样贴住 对对对对 黑棋应该是这个意思 是是 呃 这黑棋在挡上 黑棋也算是安全的 联络了 而且这边 这白棋得补吧上面 这不补了 白棋现在补还还能行啊 白棋肯定得弄这块了 来不及了是吧 对这个就你来他就做活嘛 好吧 那这边已经全掉了 这也连不上了 这都冲全掉了 都是断的 对 是断的吧 呃 冲这个是不是 没有但是将来如果这白棋做活后 这边有先手 也能粘回来 哦 但是白棋现在可以先 先先我们刚才说了 这不是有点吗 点了立下来怎么办 哦 这招真真是够 这白棋应该肯定要先攻击这块 现在都厚了 我这个 这个是不是有点损你感觉 我好损 嗯 然后怎么办 然后就靠呗 靠 局部是 能不能行 不活的吧 哦 首先他是反家的 你怎么办 哦 你要反家的 先先我们夹个打个比方 好吧 先打个比方 啊 我捡回来 这个 我好难 我好难 反正局部没有活干净 是 局部没有活干净 嗯 这不要加吧 那我就反 走在外面远点的时候 然后这边打完后就接近 走得远点 比如说这个之类的 这个 这个是不是太远了 这个你小心到还要跳这个呀 嗯 那我 那那 这就是被逼的没辙 就拖了 就拖过去 哈哈哈哈 反正要注意 嗯 嗯 这个呢 这样好一点 基本上只能这样吧 好像好一点 嗯 这样行不行 这样 不知道 那我再加住 嗯 嗯 嗯 那 这个也没有活干净的 是 就算人家这点 你可能也不能要了 嗯 不过现在黑鞋要付税 代价 如果这边能把这个 这个子吃掉了 对对 他还算是 还算是有点收获 嗯 不过我感觉这个时候 白旗应该是有机会了 嗯 嗯 哈哈 哎 果然是这个变化 它是肩住的 嗯 它的变化图是 就是白旗点了立的时候 黑鞋 单肩肩住 单肩这个是吗 我这 把他打太俗了 看来不好 单肩 啊 单肩它立下来 嗯 然后它的变化图是 它非这个啊 这是一样的机会 呃 那区别不大吗 不不 将来 肩有有有有 那我这 这个不好 对对对 这个不好 那还是有有区别的 是 嗯 夹住 嗯 嗯 这样下 那就对这边的作眼差很多了 对对对 这样就是白旗如果不在这上面下面就这样来这个嗯 嗯 看这打两个线手嗯对就算是这样吗然后铺掉哈嗯 然后打持 接上这个 这个 这上面作眼依然很困难这个刺的时候是不是会遭到反刺啊 嗯 靠你一下你很难受啊 嗯 靠一下很难受是吧 他反正就要在上面就要在上面做眼吧嗯是的 这局部应该是 哎不过局部它是不是也我觉得要活了吗好像要活什么 嗯 这如果走在这边的话他自己爬应该局部是要活的对啊 这断他这断反正就拐一个也也单断是吧好单断 这样就是局部要活对是的就好像还就是很难拦住他的感觉这样 这样的话还不能单顶啊单顶他这一退这局部应该是活不了啊 嗯 靠一个是好奇嗯 靠一个他就先顶掉 这个局部顶掉然后顶住是吧 然后在这个呃那那肯定是他这只要有冲断他是先走几下来就局部局部应该没有活吧那局部是不活的局部是没有活嗯 那就说还是活不了 但是他外面应该这个但是这边冲断和白旗断拍和他这有线索了啊所以说对他作严是有也要杀可能估计也很困难 他只要能点着一下就行了嗯嗯嗯这白旗要点不着好像还是有点 嗯杀人家骑真是不容易啊就觉得 但是这个至少是有一些看不清的因素对看不清嗯 嗯嗯 现在我们看实战下神是 哦他是搬那打的嗯 对他就是啊 他应该是跟你是一样 哈哈哈他觉得这样是便宜的吗 就一般来说好像是不太对 瞎的 但肩他可能还怕人家跳看不太清楚哦 是这样 嗯嗯 那般若打他这步棋能下出来吗 这也 这步棋好像是个一个要点似的 嗯嗯 这二路飞确实是个好棋好棋 好棋嗯 是好棋 这种地方就是看棋感 因为你走到别的他躲完后 这个眼型反而少了 对对 这飞是好棋 就是让你搭是不成立的 嗯 搭他这些弯顶就是应该白的是不行的 对这个马上就要活了 他下的是小尖 嗯 不说反正 应该 意思应该都 都是这个意思 不过小尖 嗯 我觉得没有废号 没有废号 嗯 就将来如果说 我们就就算是走人这样啊 都回来 就说你不加反正也是没有演习 对对对 再加的话就是这两个子的区别了 是走在这三路 那好像是什么有这二路好 因为他下面这二路 因为他下面这二路 我就看他能不能先走着一下 嗯 先飞着一下有有用吗 好像也没什么用 先飞着一下有用 这样 就加之前先飞他一下 嗯 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嗯 不太清楚 这好奇怪这形看起来 这个这个这个建筑是吧 建筑是吧 建筑你会有用吗 就是你我觉得还是能走到这吧 就是比如说可以去家的时候 你是不想让我走到这是吗 对 反正我觉得就会有点帮助吗 要不就 要不然我就再尝一下 再尝一下被你尖尖了 是不是不太对了感觉 冲一下 不是你这边走完以后小心到时候我直接断了 哦还能直接断了我也啊 没想起来这件事情 你反正要注意吧 就算他不觉得在这个走完后 得小心 如果是如果是这边亏损很大 哇 这是出乎意料 亏损很大 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是出乎意料 是人家直接就到这了 这个也直接也可以 反正他就是要过 就是不让你局部做 有能做活就行 嗯 这这 怎么说呢 反正我觉得反正黑旗是给白旗 这个家给白旗 机会了 机会了 其实或者是 或者是之前啊 还是这个非 我们刚才担心的可能还是 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因为唐文新后来还是要花一手棋 对吧 他应该是要防止这个有个跑的手段 嗯 那么呢 在之前 往这边走 可能就 确实是有点那个什么 哎 他给的变化图是这样子的 说黑旗先刺一个 刺一个呢 就是确保上面有盐 待会团住了之后 然后白旗 狗在这儿 我其实这个破盐 破得也够狠了 哎 走这儿 然后跳过 黑旗靠这个 白旗粘上 断 白旗这个粘上的 这是准备硬杀了吗 对啊 这鸡看起来 那就是吃了 我觉得这个太复杂了 这看不清楚啊 这局部上黑旗肯定是做不活呀 嗯 我完全看不清 没有 他现在至少打 可以做结 但是这个结 我觉得 突然冒出一结 完全就搞不清楚了 这个搬是什么 怎么回事啊 搬在这儿 你搬的局部是后手 那我打了沾上呢 嗯 就是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印在上面 哦那是 我既然不印在上面 我就是跟着你印 我也不知道 你在干嘛 是吧 就是有什么 嗯 接住这个 接那个啊 我刚才是看着这儿 我刚才是看着这个吗 好像是这儿 哎 不对 这打完了被挤在这儿了 哎 打完挤这儿 我是不是可以走这儿 铺掉了 嗯 哈哈 好像也不太行 不 这这这这这 形状好像太深了 不太对 而且这个变化图 我觉得是人类跟 不可能下得出来 这变化图太 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而且应该下不出来 比如说是走完后 怎么跑去接 就一个明显就是硬杀的态度 对 我知道 这个这个完全可以不用接的啊 但是这接 这对这边的眼型是有破坏的 这些看不明白他为什么是要接的 嗯 还是看他们实战吧 就看不懂 这实在是 实战是 黑棋 白棋 黑棋 走这个 对 他是跳了一个 这个地方的计算 这样不懂 白棋 打拔了 嗯 这个棋 这怎么办 好复杂呀 看起来 这 这个棋 他沾的话 假如说他现在黑棋沾上 他就走吗 嗯 然后加住 那跟你直接走又没有去 嗯 会好一点吗 其实好像没区别 没什么区别 他这样就爬回来是吧 对啊 有什么去差别呢 看不出来差别在哪里 你这样能连上吗 不对 就顶一个 反正这两下都能打着啊 我先打掉吧 也别保留了 他顶一个是什么 顶到准备跳那是吧 对 他这个本身他这铐 应该是回不去的 不过他回不去以后 他这里可以当火 你去看一下这个 然后你单靠是吧 对 局部来说是回不去 你可以虎这个 虎这个 虎这个是有啥用 不过待会儿 我是不是能点着这一下 虎这个没有用吗 至少这个有确保 这个是吧 确保这里有个眼 这里可以有眼 那我点着一下就好了 对 现在可以点 点着一下就可以活了 等下可以跳这个 对 做这个眼 是的 这样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看起来好像活了 对 觉得活 活 或者他现在都直接先不走 先点 我觉得就把这个走掉 其实确实是有点 单点是吧 就不要去 这都不走 底下都别碰 保留变化嘛 保留各种各样的变化 就下一块起还是很难的 很难 确实 吃人家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 估计应该至少有一边是进入肚苗了吧 现在按照这个时间段 其实他们是一点钟开始比赛 对是的 现在正常来说应该两个人都进入肚苗了 嗯 看看他这个变化图是黑起单跳 哇 这个已经已经过了 需要强烈的计算 这个地方 他是单点的 不过我相信这种地方的汤卫星还是很有很强的 看看他的变化图如何 白起是尖一手 哦 尖这个我给大家摆上 他是尖哪儿的 他是尖这个的 他要求先把这下先手给走掉 然后黑起跳 嗯 黑起跳其实就是来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能活了嘛 对这底下不是加刚才那个变化 白起挤一手 嗯 这个冲 拐一个沾上 那估计现在应该还得下 不然的话白起跳一手 好像应该是局部应该是不能活的吧 现在黑起还得硬 加一个 对是吧 这个冲过来 哇 这个黑起损失也很大呀 感觉 不过他 这没有沙气的问题吧 这边啊 嗯 我看着有点悬 那上面 又搬了一弯 对 搬了一弯 反正 看不清 搬了一弯 他一点可能问题倒是不大 嗯 不过 走成这样应该肯定是绝非黑起的一种 哈哈 黑起要这么做活 确实有点委屈啊 白起这个尖下得出来吗 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不太容易下出来 哎 他们不是这么瞎的 这有颗子啊 这有颗子啊 这有颗子 现在是 因为不准的话他要跑嘛 对吧 对 是的 他现在是黑起跳刺了一个 然后白起从底下跳了 这个是就孤注一掷要杀人 这一门心思要杀棋啊 这也没有退路了 看起来是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部棋 嗯 这能杀得掉吗 这样 他反正就打定主意 你要断我就走这个 是这样吧 不是他看情况 不一定走这个 不一定 这边看是什么情况啊 好吧 不现在 就是现在如果黑系走这边的话 他肯定是要在这一带走起 就让他做不出来两个眼 这个太晕了 这看着 就这样关系现在黑系加啊 将来比如说这个打四十先手啊 这个可以从这个的时候 粘在底下 他可以粘在底下 对反正就粘在底下 这个肯定不能粘 就是如果你要这么粘的话 这一打这一扑 就直接不归了 对 这白系可以粘在这 就不给黑系有眼睛的可能 是 他如果能走成这样 这一跳就回去了 但是你加的话 人家肯定会是 就是隔断你怎么断的问题 现在可能还暂时还不能加 就是如果想象这部子发挥作用 比如说他能断线手 他起码得线手把白系断掉 对吧 这个断线手 那么呢 这个活气的可能性才才会有吧 断一个是线手 他吓得什么 断一个 他是跳的 对啊 只要线手先跳的 这个 断压杀器 不算 靠这个吗 靠这个 靠这个 靠这个可能不一定会怎么样 还是冲 有点头大 对啊 头有点大 好像 这地方的计算 如果说是靠这个 给我时间我都不见得能算得起 但是呢 将来这 这就往 就比如说这这打是线手啊 如果这这还有线手的话 这确实 太晕了 看着 走哪儿不知道 搞不清楚 这确实 看一下他们的 冲一个 他是单靠 靠的时候就加 他这真要吃齐的时候真是什么 他我给大家摆一下这个变化图是这样的 呃他说是黑棋跳 然后冲这个 嗯 然后黑棋靠这个 就说黑棋里面已经不太好笑了 靠对 然后做演 夹 够狠吧 直接来上 够狠吧 反正我这眼是 怎么也不可能给你这儿有个眼了 就是说你这儿是个后手眼 嗯 然后然后他是加这个 团一下 那这样 那不会吧 是 团下没有用啊 打吃他这是什么意思 宣告他这已经 这不要死了吗 没有你你你你 粘上吧 然后这底下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他这个挡上是先手 这边走完后这这边是不是有问题啊 有可能 那比如说 比如说这样 我们先看一下 断这个 这个是先手 介绍 这个是先手 嗯 嗯 呃他在在在一爬 会不会出事了 嗯 应该那有问题不打 那对黑器来说 那他就先把这个打掉 这个 我所谓啊 就接触 就局部你应该死了吧 啊 这局部我已经死了啊 哦 我提交你就靠在这儿是吧 对对对 哦局部你做不活呀 这样是不是反正就摆一个简单的图 大家看得清楚 这个很妙是这样子的 原来是这样 对刚才我 有这一张 刚才就一直在看这个 看这个这个打就接上了 哦 这打就接上了 那莫非要杀器 不会吧 不现在杀器 但是黑器还真的不一定 嗯 这个要斑吗 现在 不是啊 你得不是 对对对赶紧走那边吧 对不让他接上这木器太长了 嗯 嗯 就沾这个 就那个就可以断进去 哎 这杀器好像黑漆漆有点长 我觉得黑漆漆有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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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你你没眼 你要说空气啊 是我知道不好说的 我知道 没看清 但是那他这走啊 这个完全没有看清 呃如果你就觉得这么简单的话 我觉得这个 我刚才他是沾这个的吧 一 哦沾这好 那对那插插两口气 对对对对 不能插就搞出插两口气来 嗯 反正就是你家就还有一气呗 这样啊是吧 对对 插一口气 他就对对对 嗯 然后那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黑漆不是要要玩吗 还是不行啊 这会觉得黑漆漆不够啊 因为感觉上是有个有眼沙虾 嗯 那我断一个 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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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自己一气不行 我觉得怎么怎么才能行呢 那这个黑漆漆不够是吗 呃我觉得应该不够 我觉得看起来的话 如果你沿不漆漆来的话 应该是漆不够 他如果立的话 就是说嗯 就是说出来这不漆 还有别的招吗 没有别的招是吧 别的招他都活了 看一看 刚才是到这儿 嗯 呃 断这个 那这是什么呀 啊 断这里 那我就 那反正这一次有个打结火吗 至少 嗯 嗯 这能行吗 这这 哎 这不被贴回去太晕了 这不行吧 这我得连上吧 这 我得连吧 那打结杀有的是吧 哎 不对 这个实战的操作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给大家摆一下实战 这现在反正是有点复杂的 不过就是说 对 这种局面下我觉得唐维新还是值得信赖的 对我觉得他的计算很过关 嗯 要不然他脑脑能就引回来了 脑能翻盘是有道理的 呃跳的时候冲没问题 嗯 跳的时候冲然后黑气团了这个 黑气团白气粘上 这步步就步步都是 就是跟我们刚才差不多呀 就就这别交换 区别是吧 对 粘上 这真的就是一门心是要杀起啊 哇 这个一下子就很激烈啊 能行吗 那如果刚才交换到两下齐不是 他他这打了一手啊 哦 这个是变化图 他就说一直强调黑气要靠这个 他觉得靠这个能靠到好像还不错 现在白气 像呃就是黑气靠这个 他得印印这个 他得印这个 他得印这个 不现在该 对现在白气他他这个变化图 他是印在这儿的 他如果加这个的话被一反加那不是 这边是线手 对啊这贴回来线手 这一挡这一串不全 就是黑气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挡是线手 是 白气需要补这个断点的 然后呢 这因为现在白气有冲出来是吧 是 是 所以说他 只要这边有任何一个子 这一挡就把白气给反反杀了 嗯 所以这时候走的时候呢 白气加这个是防止这边 嗯 他不能加加这个他加线手 他得先把这个补了 白气黑气把这个沾上 再加 但如果说是黑气从活气的角度来说 他如果说挡回去 他如果线手挡他冲这个的话 那他已经活了 就说他还不肯了 对 其实这样的话 白气应该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反杀 他其实在打一个线手 接上 然后横靠一个 对 那这就 这就看得比较清楚 哎 有那么清楚吗 这冲过来 哎现在他气是不会长多了 是的他应该是要这样 哎 这是这样吧 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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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 他是不是要活了 这边是没关系 他这个打湿线手 反正是 这就变又要变成杀气的感觉 这我我先虎一下 虎一个不行 他坚拐手是吧 嗯 坚拐手但是我也活了 对啊 他只要能活了就行了 那我还能虎着一下 应该 他是不是要先把这个 这也没关系 反正这关系不大 我说接住 接上的话 接上他得有一个 不行 他这个接着的话 是不是做活 对 他得先先冲一下 冲吃吧 反正 啊 这起 嗯 这个起 反正很复杂 过于复杂 不一般的复杂 很复杂 这个其实也不一定啊 确实极其复杂 哦 他们下的是步步征兆啊 这种地方我觉得就 一计算就会体现出来了 这得拿个小器盘慢慢摆 对还未见得能摆明白 好 就这样的形状 是 对吧 嗯 刚才呢是走的这个 对 对 现在黑锡就是靠 黑锡就是靠了 然后白锡拐了这个 这个地方两个人下的都很正确 但是 然后黑锡扳下去 但是扳下去 黑锡要想这边 把这个粘上 嗯 我觉得这起白锡要杀简直 不太可能是吧 不太可能是吧 总觉得杀棋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 不可思议 嗯 嗯 因为因为 因为你现在这个地方有有这个问题 打完了这还一凸 对 有这知道还有这个问题对不对 各种担当 那么这边只要它的演出器来 现在白锡不是要加吗 嗯 嗯 黑锡就算最傻的接触 嗯 其实它现在如果说能做出一个先手眼 嗯 刚才 打了它一拖肯定就活了 对 嗯 就算没有先手眼 我把你气延长再给你这块杀起 那就完全 跟刚才是完全两样 现在看起来不太容易杀 如果杀不掉这起白锡肯定是不行 没法杀呀 现在啊 看唐伟欣凑得离电脑很近 哈哈哈哈 这样看得清楚 是的 呃 这上面这个断也不存在了吧 这个地方 存在呀 但是但是你现在断它就做活就是 嗯 也不害怕反正 对黑器现在只要 反正只要保持活了就 只要活了 你木肯定是没法数了 这已经没有损木了这件事 就损木了吗 嗯 它这变化图是这样子的 白锡顶一个 白锡顶在这儿 然后黑锡拐打 接上 我觉得这个斑完还立下来 这个这个没办法杀了 哦 这样的话其实也无所谓啊 就是你走嘛 嗯 就我们刚才那个 就当那个 反正这个这个是线索吗 对啊 那它断了 断完后它拐吧 行吧 嗯 断完再拐这个 拐完以后不是说 只要你能呼召一下 这边就有半字眼 半字眼这边这夹怎么做 他得先把这个走吧 要不然我先铺怎么办呢 哦 先铺 哦 不 我就说它拐 啊 它先不是拐吗 先走这个啊 嗯 先走这个 哎 我就看走完冲这个团是什么情况 全走不着了是吗 不 突然它搬这个再搬 然后还是走这个 哦 嗯 但应该是能走的 这个地方 哦 你说冲了粘住以后 团它搬这个再搬这个 哦 那就不行 白旗把这走掉 白旗把这拐掉 嗯 对吧 黑旗这个先手搬一下 对那就这样 算了 对它得倒吧 那无水 反正黑旗这已经有眼了 嗯 哎 这倒是也不见得就一定活呀 但这个他 他如果要杀的话 他必须得打一个 然后粘上 这个不还是个打结杀吗 我没有 你先接受它做结啊 我不结啊 你不打完了粘上我 我这就还有斑 我先黑一下什么 现在先把那个眼做出来 你说黑一下直接以后 将它搬着打结是吧 对 我也可以等你走完了 我再跟你打结 嗯 等你走走两下 反正有结 我再打结 这打得有点奇怪 这感觉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 嗯 那么呢 现在 白旗看白旗是贴这个 我觉得贴这个想要杀的话 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 那这杀不掉 我感觉 是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地方 这已经有一只眼了 对 这底下应该是 这只眼破不掉了吧 我们来看这底下应该是没有眼的 再 这个还没有 嗯 是这样子 他应该加这个 可以加这个 他是可以加的 他单加 然后 我看这个地方 冲它顶住这个 嗯 这个是先手 我们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嗯 这局部上是 应该是没有眼的 嗯 嗯 这地方做不出眼 嗯 嗯 中视眼 那就是要在上面做两只眼 这地方是两只眼 对 虎丸虎丸肯定就是想要做最最最最后的 是就是就是 反正我就是要杀你了 这是划山一条路 他就已经没得选了 没得选 没选了 对 这因为空差别 是这空就没法数了 就你就不用想收空的事了 已经 点在这里 嗯 黑旗下什么 不知道 哈哈 不明啊 这是怎么活的呀 嗯 这这这做发扬论吗 这是发扬论是吧 发扬论 这个 长这个 然后 他说白旗是靠的 靠完了它是单冲是吗 冲这个 靠完它是走这个 哦 它走着 他先把这两下打掉 反正都没有用 都是他 靠完它并一个 然后白旗粘上 那看起来也 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活 这是活吗 对啊 这个 不对啊 这样局部 他得这个两个有就活了吧 活不了 他可以挤在这儿是吧 他可以挤挤这个 不行不行 那这样怎么办 这样不好活 我可以把这两个都冲掉 但是这冲他不能撞气 他这样局部一眼看不出来活气 被他挤到这个总是死的 嗯 嗯嗯 这个确实太复杂了 我们这个 我们也别说是突然这个 在这个这么快的形式下 我觉得 有没有一点时间 我们一下可能也 也无法讲出圣洁 估计也算得清 嗯 嗯 但是确实这不靠一个 好像实际上是一部好奇 嗯 嗯 嗯 图案直接 像 他是冲的吗 现在是他是冲这个 冲这样的话 就比较 比较简单了 啊 然后再冲 对他现在大概只能这样 就横冲一下 速冲一下 再点这个 只能这么杀 刺他挡住是这样 挡住你得破这个眼 对 看他肯定是这样了 得这么破眼 然后 然后要怎么办 然后这个要注意啊 把黑这么接手 不能乱走 有点弯 弯着后手 是不能乱走 还不能粘 那这个底下怎么办 还是不会活 这个断线索 哎 还是提着 对是的 然后我在想我要不要提一下 那这边到底还能走出一些什么吗 他比如说这个是线索 这个我得弯一个 嗯 我们看一下 加一个 嗯 他这个是线索嘛 相当于 嗯 那么这个贴也是线索 是吧 但是这个场景应该是线索 但是你可以走这个 这个 这样虽然把底下先卖掉 但是这拐冲把它先手断开了 他还得先冲这一下 没有 我这个不是随时都先手 你先拐掉是吗 对啊 那 这个不能不应 来不及 那就这样 这样的时候他就可以拐一下 嗯 嗯 嗯 就是说这个顶个是先手 接下来 他还是有可能断开倒是 但是这个就只有这样吗 没有别的招 就这样 这有可能 这样也有可能 这样有可能 他有个打结是不是 是的 也有可能拐冲 然后骑四 那还是有骑了 这还是看不清 就是如果说这边没有骑 所以光靠这边的话 其实一眼看不出来 会有活路 是的 一眼看不出来 因为你再走 如果能把它打结断开 然后把这个围一下 围一下它从这个 就可以断掉它 嗯 这是反正一眼看上去是吧 没有找到活路 是 依然是还是看不清的 靠这边 这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是说 是说这边有个拐 就是这样的是吧 他冲 他只能这样 然后再冲这个 对 我们慢一点 嗯 冲的时候不能沾了 沾它一沾上 这边是做不出眼的 对 但是呢 哎 他冲这个 然后他早上 他提是先手 要不然底下有个铺 他提是先手 铺里面局部是个打结 白棋也得补 对 反正得走一个 嗯 那么呢 黑棋这边就是 但是他这里充斥有个眼 你就得 要不然刚才就贴这个 贴这个再打结断 对对对 如果这个不行的话 黑棋还有一个办法 打结断 这个地方就太复杂了 可能我们在吃 我们看起来很晕的 会很辛苦 因为我们自己也看得很辛苦 都是晕的 嗯 这两个子现在还没有吃掉 不吃掉了 吃掉了 吃掉了 已经吃掉了 现在黑棋刚才我们摆的是 拐这个的变化 如果说不可以的话 那他可以贴这个 对贴一个 然后白棋子大 对 要积大 接上 他要破你这个眼 这个黑棋就要做眼张 这边就把白棋这个眼形给破掉 然后破这个 这边有个破 那这如果有个是 这个是黑棋的无忧解 这样问题就不大 是 而且这里如果说走完了的话 他这个如果能接着的话 这个 我直接断就行了 断了你提我打 你再送我一提 你自己没活了 对 这就应该肯定没有问题了 对 那还是黑棋应该是没有问题 应该能活 而且他们下的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跟我们摆的 嗯 这有个刺 我这样没刺 这有个贴 对 这有个贴 是这样的 这样 我们来回到这个实战 实战 实战 它是冲了一个挡住 然后 这个没有折 点刺了一下 它没有交换这些 对 它单点刺 单点这个 嗯 它点这个会不会起变化了 觉得好像不太一样似的 看起来 这个拐打掉了 然后黑棋护住 嗯 那比起刚才来 它的镜框更糟糕了 刚才本来这两个子还含在嘴里 现在变成打二环一了 是 情况 我觉得好像黑棋的镜框更好一点 而且很有可能这个段是成仙手 不是 这是一样的呀 现在我冲一个 冲一个 这个 然后你往那边冲一下 我冲一下 接上 这跟刚才有区别吗 刚才黑棋不是压这个的吗 哦 对吧 现在就像那黑棋走这个 白棋就把它破 那我这个断一个 好像感觉更好点了 断一个会好吗 断一个 提 提 那我就 还是刚才那一套 还是刚才那一套 是吧 刚才那一套 打结 嗯 如果气够了的话 有可能刚才是拐冲的 然后把这个沾上就行了 确实感觉上 白棋应该是杀不了 嗯 我觉得好像吃不太容易吃掉 给白棋寻求了一个最强的手段 但是好像太太辛苦了 现在就是说 呃 白棋如果用这个先手行不行 我怎么看着刚才唐伟欣在点目 诶 诶是这儿吧 我没摆错吧 然后我刚才走到这儿的时候打完了 可以先击打 嗯 这好像更不行 嗯 就是因为把黑棋寻求打了一拖 这个白棋想杀棋 呃 可以说我觉得很基本上很难 对 诶 他还是就走这个 就走的什么长了一个 就走的长了一个 长了一下 要这个先手 就这个先手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怎么看唐伟欣在点目 难道说他打算转换吗 不会吧 这地方我们再看一下 他就这样 这要挤是不是 只要不挤的话这一跑就出事了 这跑了太大 他点目出事了可能不要 对我想他在点目 要不然为什么要鼠目呢 这个应该还没有 哦我明白了 他如果走这个的话 他先挤刀一下 挤刀是肯定可以 他先挤刀一下 这肯定是你的先手 嗯 挤刀一下他能 不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背鞋就将来这一拖 他夹这个 嗯 反正这个是先手 嗯 长这个 长这个他弯这个 还是只有走这个 对吧 单跑 单跑 这个效果是不差不多 他会不会断 先断持啊 断持 取掉你 取掉我沾上 啊 对啊 沾这个 这样打劫不是更好 让你抓一块打劫 还有这样的效果 单断打 要不然他 那你就断持我也没办法呀 哈哈 我还能 还能撑这个不要不撑 我沾上 然后把这个拔了 对啊 不行啊 他就是这样接住 然后再打那个结 是不是 那那个结就沉重多了 不是 黑鞋很沉重 不是这样黑鞋反而不见得好 哦 你说打完后这块要死 嗯 就是我们说 不打这个终结的情况下 黑鞋还没有别的下方 如果说走这个 白鞋打这个 黑鞋打这个 嗯 只能提掉 那没撇 那只能充斥 没有 他可以可以粘这个吧 一样 他可以单粘 单粘没区别 木树好一点 呃 不是不是 那断打完了 不是 然后再贴一个 不是木树好一点的问题啊 那他只有破鞋啊 破鞋 破鞋我这牵手断吃啊 没用是吧 对啊 这就木好 不过结材也好 哇 这其实真的有点看不清楚 所以如果黑鞋 一眼看 但是这是差还有个断打 对一眼看不见活鞋的路啊 这个 但是这个断我不知道是不是先手 因为这边有冲出去啊 嗯 不 因为破鞋你得走这儿啊 对 只能走这 他一断不有鲜味吗 我就觉得 这地方断他提吗 他这带想 提我就提我来 就看你挡不挡 挡了然后 我要把我这不沉上就活了呀 很复杂很复杂 还是晕的看着 嗯 没有看到一条明确的取胜之路 但是有啊 他算了 嗯 我就说他在鼠木 我就想他是不是 他要鼠木的情况下 他一定就不是 就打算弃掉 对 这个真的是看清楚了吗 这他算清了 哎 怎么突然之间就沧海桑田了 现在变成黑鞋 贴一个压一个 这样怎么样了 然后长 他立这个 第一个他应该 哎 这这尖一个是什么呀 尖一个他就他就挡上 他就挡上 反正能度过就行了 嗯 那他先走一拐 拐一个然后度过是吧 嗯 你这个 我想想 我走这个 走这个也是一路度过的呀 对 对 一样的 那有没有别的好的 嗯 如果说是立在这里的话 他是要拐一路是吧 对 拐一路 咱们现在确实不要走这 走到他 可以一路立 是的 可以一路立 对可以一路立 这里面靠一个是个打起 对对对对 白鞋应该没有特别好的下法 嗯 白鞋现在可能得这边先走一手 让他接回去吧 让黑鞋接回去 嗯 哦 这个压回来也巨大呀 对对对 这如果说黑鞋能抢到一个先手的话 你赶紧把这个贴死 白鞋现在这边如果说 嗯 臭手的话是不是就不大了 估计他判断清楚 他觉得贴死赢了 嗯 白鞋应该应该先走这边 我觉得 嗯 把黑鞋给逼回去 啊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刚才没有研究 清楚这个死活问题啊 哈哈 然后呢 这时候 我我觉得可能是呃 只能跟根据他们实战的进程来 是的 相信他们起手啊 就是说 相信唐卫星吧 应该是这个 他觉得他判断清楚了 这样就可以赢了 嗯 呃 白鞋接了实战 嗯 对就是想要逼迫他接回去 嗯 然后黑鞋可能再搞一贴 贴这个 然后黑鞋还飞了一下 这地方好像彻底放开了 感觉是 就如果说这样的话 因为白鞋贴回来了 这黑鞋 这个木树会怎么样 如果再把它吃掉 把这个吃了 嗯 这个先团打一下吧 团打 嗯 可以可以 可以吧 接上然后 木怎样 啊 啊 这个上面又 哎 小尖 这 其实 我觉得 小尖倒是无所谓 他就在团 他拐了再挡住也是一回事 一回事 反正他是度过的 这个骑行 嗯 嗯 他这个上面怎么就下成那样 就不走了 他上面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上面下的怎么样 这个他 先看看上面 就黑鞋想要 白鞋想要把黑鞋逼回来 对是的 这个没有 结果这黑鞋不愿意 他要走在上面 然后他靠这个 我这地方的计算 就是 在虎这个 黑鞋虎 黑鞋 这黑鞋 就黑鞋动不了了 是的 这地方就算是已经 嗯 哦 黑鞋挤了一个补齐 就算是 哦 他挤一个 然后白鞋 现在白鞋先这个 现在白鞋认为 吃这个比贴回来大 对 那黑鞋拐一个 拐一个 拐一个现在怎么团 对 团的黑鞋正常是应该挡住 然后他团 他就搬打 然后打一下 把这个贴回来 正常应该是这样 这个像1235 嗯 这不大 这不起不大 是吧 这不是才14 就是14 加上这个 将来拐的大 也有关系 可能就算他15目吧 嗯 这贴不知道有没有15目 这个贴就不好判断了 因为贴完了他 嗯 贴完他走一个的话 再拐一个 那应该是不是15目了 那你花了一手 多花一手 嗯 嗯 他可能还是吃掉吧 吃掉这样子 是不是就简单一点 嗯 就这样黑鞋会怎么样呢 吃掉然后黑鞋打一个 然后提掉 就15目应该大不大 看断如果说这样子 嗯 嗯 这个是 这 这个不行 这个被子 牵手断了 待会出问题 还是这个 嗯 嗯 贴死了 然后这边也没有什么可笑的了 这个这个有半吗 我刚才还想问刘老师这个大部分 就把这个断掉吧 嗯 断掉了是吧 我觉得就深断一下 嗯 嗯 因为加的话好像确实他接住 他就接一下 但话就爬一爬 干脆走完后 就将来还要准备挖进去 嗯 嗯 嗯 没有什么特别大关子 黑鞋现在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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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这样的话 白鞋是不是就把这个冲过来算了 冲过来是后手 哦冲过来他不硬了 这个先手是吧 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就不走了 那黑鞋要走的话他就打了断掉 我觉得还挺细的 挺细的 黑鞋可能木属好一点 哦 嗯 都在鼠木中 看起来 对他手一点点的就在点木了 是应该是在鼠木中 他他现在没有吃啊 他现在是先冲 这个冲是先手 对 单冲是先手 就不能不能冲这个是吧 单冲的话你不先走的话 他这个眼是做不出来的 一断就死了 哦 所以他先接反正要也要 就是你要再走下面的话就 就肯定就有眼了 嗯 嗯 然后他他冲一个反正是便宜的 现在我觉得最后最终还是要回到吃这 他吃掉他是这样 那黑鞋要搬是也不用说了 那就肯定就会走成这样 对吧 齐已经结束了吗 啊 认输了吗 对啊我这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是团领 可能我们棋谱的进程还不够 他可能是判断他不够了 这个白契这样的 哦 那就是 是谁投资认输的这件事情得搞清楚 我因为我们刚才判断的也不是很仔细 不是很仔细 对因为现在现在我们说 比如说现在把它吃掉啊 那假如说这样吧 我们给大家判断一下 假如说是这样 然后黑鞋把这个贴死是吧 贴回来 12345616 26272829 3040 50 51 545 657 黑757 6767 68977 他把这端呢 141234567 18 19 证明 这没有 证明是吗 没有 是 22 我觉得黑鞋的木数多了 那 啊 没有下来啊 那我觉得 我刚才数了 我觉得黑鞋好很多嘛 黑鞋的木数 12314 1516 18 19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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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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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7 2 2 2 5 是有70亩的样子 我这算上的话70了 将来这边 会出发器还是有点什么 有点手段是吗 在这也没什么手段 反正可能就 那我就弯就弯掉就完了呗 弯掉你说 我以为我数错了 我心上这些是不是很细啊 哦没下完 这就是看来是又出现断线的事件 哦出现断线事件是吧 我不知道 这是我猜测的 因为之前那个 好像跟韩国那边下的时候 说科捷那期断线的事件 现在这个认输倒是有可能 我觉得 就是当黑系班的时候 哦他贴了 他贴了这是这样的 呃他是 这个大关子 他白系团黑系班 然后他贴回来了 这个看来是没打算认输 他先团一下有好处 这跟这边墓数有关系 对对对 这插了三目呢 这里 但是这边是有15目 就贴回来有15目 呃不知道啊 12345 也差不多太多 我觉得 12314 就是干干巴巴15目 对这边如果说是他贴回去的话1234 其实也不会多 5 6 7 8 9 10 11 12 差不多吧 反正差不多 就算差不多 这反正对黑系来说他也没有任何的死活的关系 就把这吃掉就行 嗯嗯嗯对吧 对 没有关系 这样怎么样啊 跟刚才差不多呀 如果说是这个没断 我觉得白系下手应该只有断了 只有断了 没有别的关子哦 唐温馨其实我觉得刚才点完幕和判断就 他应该判断清楚了 对刚才我们看了长的时候如果他印一下 对啊 这确实挺复杂的 有点看不太清楚 是的 是的 至少有结之类的吧 我觉得 对 有点看不太清楚 他现在是打吃掉了 不过这棋人说实话 就是唐温馨自己把棋下得那么复杂的 确实是啊 这直接补完本来都是已经一门心事要除农了 不过他这个确实 这个走不到可能也不太好办 可能他就长了 对就必须要用这一个 他尝不到估计是吃的可能性不大 肠面有打结吗 对吧 应该是不行 因为有个黑棋的无忧结 那对白棋来说那基本上就没办法 所以先要尝到 但是这个尝又尝不到 这是一件很郁闷的事情 他这个如果说白棋断这一下的话 那黑棋打两下吗 就还是打两下 反正他就这拐还先手 反正这个将来这个点 还能收一下吗 黑棋的木中会有点软 但是这边很大 就爬回来是吧 对啊 这边很大 这可以爬的回来吧 那他贴呢 贴就爬回去吧 爬回去是吧 对 这块棋没事吧 没事啊 确定吗 哦 那还真不行 我很担心这件事情 那快 哦没有 他沾上 你这个沾是显示 有人打了沾是 这气井 你沾这个 就是这个火了 就是这个火了 就正好全部气井刚刚好 我就说是能爬的 那如果能爬回来 那就好多了 但是现在黑白鞋就不断的话 那他往这里走 那就拐这个 我不知道啊 就这个我觉得这个拐比这个断大 但我也不是很确定这件事情 这底下差多少木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断打断 因为什么断这边留着这个味道 还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你要不走啊 我跟你说啊 就打个表演不走 我先挖是了 提掉这段先手 对 你还先手 我提掉我一扑 你还先手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些黑鞋 无论你不在 看你是走在哪里也好 接住也好 反正你得走 那我那我得走 要不然被你断一个 我觉得翻盘了 可能还是再打一下吧 如果先手的话 要翻盘了 这其实是这样的 给大家看了清楚 刘老师他说 如果我不硬的话 然后他一挖吃 然后我走这儿 他一提 他还看得清楚一点 然后我 翻盘不翻盘不好说 这要翻盘了 我觉得 我只说这个断着先手 他断一个弧 这儿有个铺 我只说断先手 是 帮忙拐啊 这个 哪一块 所以黑鞋要走 黑鞋硬一个 本来就挺搭 对吧 但是呢 他印在哪里呢 就 到底是印在这儿 你不走这儿 被他挖死 提也很痛苦 但你要印到这儿 你不印到这儿 这边有个断 将来 反正总是欠着木的 还是欠着一些木树的 觉得 那我还是印在上面吧 要不然就 那你的木树 还是会挂得挺惨的 而且这提完后 你将来挡了 打不着了 我难受 我简直是 哇 啊 这收得太黑了 我们看他实战 他是这样的 他这个走完了之后 他直接点这个 这个 我知道了 现在现在 如果你要来这个的话 他这个应该没有办法吧 这被结丝了肯定不行 对 如果这样 提掉 我忍 忍住 我忍 我这一段 胡打 那么他会先提 先提 因为他有本身的结材 就是因为你是盖着一大块 对 你要硬的话 他就先手提 这个段反而可能亏了 这够狠的 就是白棋这个要一系列 不是一系列 要一口气 对 走完后断完后 你提 他马上这一拐 自己撑一块 他得把这个结撑住 就是说 不撑住也太便宜了 对吧 就是他要一口气 现在可能白棋一口气 做不到 这个黑棋给他 这个还没有 我不能给白棋多摆 这上面有个二路点 大家学到了吧 二路点一个收的 白棋有点痛 我觉得 有点痛 这要被先手点掉了 我觉得这棋胜负 已经不用再整了 这个点不是先手点 这肯定是后手点 现在黑棋 白棋又不能挡下去 对 他没法硬了 他只能接触 没什么不能硬 没法硬了 他就接触 你爬回来 他就收这边 这样 只能这样 而且他有了这个纸以后 你这个没有的话 他这个 这个就贴不回去了 是啊 而且他这个 这部一系列先手 这现在冲 冲不到 那他等于说这个冲断是先手的 就是说 冲断先手有什么用啊 冲断跟 有可能跟上面有关系 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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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按照我们的发展 他就是这么下的 哇 这个点巨大 冲 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的 我觉得黑棋 不可能有别的硬法 对吧 没有别的硬法 只能冲 只能这样吧 剃掉 现在白棋这个结能撑住吗 能撑住就厉害了 他是不是要利用上面这个结材 要跟它撑结 有可能 就是你提的话 他比如说 他这个本身结就有三个 他比如说接这个 还能接在这儿 我不知道行不行 就打个比方 如果说可以的话 结在这儿 那我就先冲了 再弹吧 先冲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不冲一下吗 冲一冲 冲也没用了 对 冲一下好吗 冲一下是不是便宜一点 冲一下便宜 我怕我冲不着主要是 这会啥气吗 不知道 我怕冲的时候你沾这个了 我不想让你沾回去 我不想让你沾上 所以我就直接冲那个 冲掉 但是你是损木的 你现实被我打的胆是损木的 有可能 损的是吧 嗯 这些还是蛮复杂的 我觉得 就是说白棋现在把这个结给撑住的话 会是什么情况 黑棋它本身结很多 其实啊 嗯 对 就是撑住的话 黑棋怎么硬呢 黑棋 它这个结 它本身结 巨多无比 它一个两个三个 然后它还可以 它还可以这样拖过去找结 你拖不是结 拖我拐了 拖拐这个 我本来就是想先手提一下拐的 我也不是要杀你 是这样 那是那是 好吧 本来你也要人作活嘛 我也不是想杀你 这说不定他拼的时候 他就先先把那个拼了 然后你你杀我再给你打结 但是现在 他是 现在是先接了这个 浪费劫材了 这白棋挖吃的时候 我觉得黑棋可能在考虑 他是不是想往上面补 我觉得他这个结 他肯定要撑住 他肯定不会缩回去 他把这些都走完了 是什么意思 他在打姜 他在读秒钟打姜 走完了 他不打算 走完了 我觉得他不准要了 他不打算接这个了吗 不准备要了 不打算冲斥 他是打算 哪 这这走哪 这沾上 就沾上 沾上这边是 爬一个就行了 跳一个也行 我怎么都过了 爬或者跳都过了 跳一个行 但是是很痛苦 你沾上 他这打 这五个是掉的 对 你只能跳回去 对 这个是被搜刮的 有点难受 但是看他这个系列下法 我觉得他好像不打算接 他一个是在利用时间 但是如果说浪费两个节 再去撑这个节的话 可能跟他的是不是有点不太连贯 但如果说跳过的话 白旗这块生死没有问题 我上面可以先手冲断 你现在是没有时间冲的 你现在还得先就这一块 反正我就接上 先得就这一块 走完后就该白旗下了 白旗你没旗下 肯定要就走这边了 他如果沾上 白旗沾上 他跳过 假如说白旗要补齐的话 我就把这个贴回来 就完事了 不 你现在是没有时间冲的 你现在是没有时间冲的 不你贴回也不行 贴回他一沾你要死 你不是告诉我的 你现在都没了 他就忘了这事了 忘了这件事情了 现在他刚才 他还在考虑之中 这有什么可考虑的 白旗在考虑沾上之后的变化吗 难道说 他是打吃的时候白旗 我们这个已经摆上去了 目前他是没沾 我们显示的吉普他是没沾 他可能在思考这个沾之后的变化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一步骑 一手骑一分钟 就一个小时以后 每方 所以他一定是利用这个地方在考虑 到底 他肯定觉得这样冲被骑牵手断 他是受不了的 接受不了的 他不行不能答应 对 就算你骑人要把他一拐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受不了 估计他得粘那个 我觉得 这可能还是想粘这边 走到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 走到这可能这一次还会生变化 对 就干脆就接住 白旗接住 就去跳回来 就别的没有意义吧 还干脆跳回来算 就这样吧 嗯 他可能是不是在想 这个地方 就这么下 就这么下 就这样了 就这样 跟我们摆的一模一样 就粘上了 下成这样了 嗯 然后接下来就看白旗 需要补吗 这块旗 这块旗 反正他先贴一个是线索 贴对 插一个 嗯 这个 这个 要补它 补在哪里 这就很纠结了 这件事情 有点难 不 这起本身就是局部是活的吧 你转我一跳 你居然 断掉我一跳 就活去吧 这是一个弯式 看起来 哈哈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死 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 假如说黑旗单冲 你这下打掉吧 对 打掉 接上 接上我就滚一个上面 不走 不要冲了兜啊 然后假如说我 我就再跳一个 跳一个 跳这个 那这不是一个弯式吗 看起来 但是你木有点惨 你就沾上什么 不这个挤是要的 对啊 挤你肯定是不能要的 那还是挺大的 对 木有点 那可能白旗 我是刚才老在看 我能不能先跳到一下 我跳不到好像 还是挺大的 跳不到那一下的话 如果说现在白旗要补的话 白旗补在这里 会有好处吗 没什么好处 直接跳 单跳 这个还没走 没走直接单跳 也同不了了 我没有看错什么吧 我老怀疑 没有看错什么 应该里面是能活的 是这个 单刺 有没有好处 我现在要走一走 你反正回应一个 是吧 问题目的不就不让你爬吗 单刺我就冲过来 然后你团这个是吧 你可以团到一下 还 要不然我得 我想跳进来 这个地方是放我的先手了 好吧 你还想这样 但是反正 有个粘是不是 有个粘就是你这个爬不到 你爬不回去 让我爬不回去 我明白 就是邱老师非得要 要这么冲过来杀我这块 我吓得我赶紧不 那我就挖粘 然后怎么跳回去 或者爬 冲这个再搬回去 要不然我就怎么回去 或者是 你冲一个搬挺好的 冲搬这个 反正我这挖粘是先手 是吧 一样 其实一个意思 就这意思了 就这意思了 直接单跳回去也行 但是我说被你跳回去 这个好像我觉得 我觉得黑棋要赢 是吧 感觉 只是感觉 还没还没数过 这有个10亩 这边好像这拐也蛮大的 这个跟这个就剩下建核了 我把这个走了的话 这个10亩大 来也就这样了 还吓什么了 打了一箱 提了一下 这个还没有 打了还一箱 打了还一箱 白棋提了一下 对 他又断吃了一箱 是 他可能在计算这个 接下来应该怎么收束 断吃一箱 会不会有 有不一样的东西 没什么 没问题 他可能还是在看你这步棋 就是 中间你 邱老师要冲了一段 他可能在计算这个地方是大的大小 还是应该先收别的这个地方 就是选择问题了 关键他这要走不好走 主要是就不知道补哪 补一个你可能不见得就木数 有可能是亏的 这很关键这个时候 如果说他就是正常的走一手 然后说说说 这一冲一下这挖棧搬回去 这样是不是黑型赢了 我觉得 这还没输呢 这个如果说 算他提还是算他拐 这十目 这个是多少目 三四五六七八 这还是十目大吧 十目大 就算他提掉 那就爬一个这样手 是吧 三四五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二十二三四二五三十五三十五三六三七三十九四四一 四十二 哇这盘棋 四九五十五一 嗯 一十十一十二十三 五丸同学 十八十九二十 五丸同学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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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十六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四四四五十五七 六十六二 直接提一段 哦 他觉得这十目最大 五十四 这个黑器果然来了 二十四 果然来了 四十四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五七 我数的好像黑器好挺多的 好像不是 不是一点点 跳一个号吗 跳一个号吗 行我再冲了一把 嗯 差不多 就就就就算这样了 嗯 嗯 你要断吗 还是 我我刚才就纠结这件事情 你还是就是算了算去靠一点 现在得了 这靠展一下是不是也挺舒服的 靠这个 我 帮 帮 帮他藏一个线索 嗯 这次肯定要了解 嗨 我跳一个 你走啥呀 我突然想明白了这件事情 跳一个要杀我是吧 是啊 我这几个心事吗 哦 你现在几着 哈哈哈 你几个也挺痛的 我觉得还是黑器空多一点 我觉得好像黑好 而且这个团 团你得走掉吧 不走的话 嗯 被我团一个也挺痛的 他走什么了这期 现在下到沾上去 现在白旗肯定上面需要 他就补一个他是补在哪里的问题 对 不然把被黑旗这冲肯定就 就不对了 哦 他的判断就是说 如果说刚才白旗补齐 黑旗把这个收了 这一人一个他应该是不够了 我觉得也是他不够了 我觉得他不够了 那现在也一样了 现在就是他现在把这个提了 等于说黑旗收这个的话 他可以收到这个拐 那就差很多了 就看在他中间 他会收成什么样 中间我们刚才摆的是 这个好像不一定便宜啊 嗯 等着被打一下不一定便宜 提掉 这不一定有跳好啊 现在 现在中间如果说黑旗断一个 假说断 他是怎么活的呀 我觉得他只能这样活吧 只能这样吧 还有别的活法吗 不能吧 还有别的活法 这会不行 这个被走在这 不死了没有 你只能扩大眼味吧 嗯 只能扩大眼型 不行啊 要不然 他要靠这个挤 但是这个挤很损呢 走这个 走这个被他一跳 走这个行不行 走这个是 走这个是什么呀 走这个没用是吧 嗯 我看看 走走这个首先你要团掉一下 这个我团先走啊 这个团肯定得团 那单跳是什么呀 对 单跳好像看不出来 我没看明白他是怎么活 嗯 不过他这个 哦要挤我一下 嗯 哈哈 有 稍微 这挤的时候又牵涉到很多问题 还是白旗这么跳是肯定不活 但是我邱老师说自己走完 嗯 就是 我就顶吧 顶一个挺难受的 这就很麻烦 嗯 如果想要活齐的话啊 活齐这么活 他还要再刺一下 他挤这个 哦 对对对 挤一个 挤一个他已经不能硬了 这两个不能要了 嗯 嗯嗯 那就可以去把这个收了分 这个跟这个减合啊 那他拐他断这个 他也能吃掉一个 那还是 那木术还是转 这样白就有点 白得有点瘦啊 这样 那他这两个在口里面 我就可以贴这样了 嗯 这这边又不一样了 就不行 这边不同了 嗯 但是呢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你说的这个跳 这很厉害 是为什么呢 你这个挤是挤不到了 这 哦 现在已经挤不着了 就是你现在走这个 他今天这个 我是觉得你挤个挺损的 对 他就冲过来挖断就行了 我刚才没看见 或者是让他直接挤 现在他在挤 还来得及 在挤这个 现在来得及 还来得及 哦 这样是来得及 我靠呢 我靠呢 来得及吗 我靠这个 靠这个 靠这个他冲 然后再冲吃 再也断了 你跳一个时候就行了 跳这个 然后再挖 那也行 那怎么都断了 怎么都断了 嗯 那不行啊 能真不行了 这起 看着 不过本来可能也白的也不太行 本来也不够了 结论是也不行 对 他现在就是 他起了一下 他肯定判断 他刚才如果不抢这个 他补一个 他是不够了 这肯定在打僵了 嗯 打僵完了 这边 但基本上没有没有旗下了 不知道怎么如何是好 哈哈 不知道如何是好 接回来被这一肩要出问题了 嗯 嗯 这样还不行了 他狗猪这个 我们可是不是可以提前恭喜一下 单狗 哈哈 单弯 单弯 单弯好一点好像扛住了 哇 对 球老师这是 刘老师 真的是真的是 单弯扛住了 只有扛住这一下 先扛住 我真真的够惨的 对啊 就是很惨啊 然后只能这样来 嗯 就这个 嗯 对 反正你顶完了顶啊 这些各种顶都先手两目 嗯 两目 这太惨了 估计这样也不行 这样不行 我觉得他摆起也不行 这样他这个局部已经活了 嗯 直接就 哎呀 这什么下都可以了 反正我觉得 就这样爬过 可以爬过了 至少 我比刚才好一点 刚才是我冲了爬过的话 那这样比的话 相比之下是多了一目 啊 两目 三目 好像这个还多了好几目 嗯 反正我不怕上面了吗 对 你不不仅还爬过 你还可以爬了几 哦 哎 结束了吗 这期 那应该是 结束了 那应该是赢了 那应该是赢了 那就是说 看起来白鸡就算是 扛住这个肯定也不行 对 扛住肯定是不够的 这被刮得太长 这个目数还差距已经非常大 对 他他不想扛了 看这个意思 他不扛了 要恭喜唐威星 对 不管怎么样 那个最后还是艰难的 获胜了 因为其实这个基盘期一开始 就是觉得 职业虎王这边下得不太好 是 然后其实黑棋一直 还是比较容易掌控的 后来呢 就是 但是在中后盘的时候 职业虎王还是显示了他的潜力 没错 这个还是挺看不清的 下得挺 对挺复杂的 至少唐威星这个会没办法 这个气掉他 但是他气掉的时候 他已经判断清楚 他觉得他能赢 对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信号 就是他就是 就是白锡公司要杀起的时候 这个实际付出了代价 是 所以在中后面 这个回来以前 也不足以那个挽回这个败局 对是的 那么明天将进行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 也就是第九局 唐伟先将迎战韩国起手 他们就剩下俩 一个深圳虚 一个朴定环 反正就俩其中一个上场的挑战 好 那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比赛 好 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